第315章让他滚蛋 龙元看着于年陷入沉默 两久的沉默后 龙元笑道 听你的口气 你好像经历过很多事情一样 实则 你不过和我是同龄人 说到这儿 龙元摇了摇头 否定到 嘴巴上的道理 谁都会说 于年知道这个年龄的龙元 忠言逆耳 于是一笑而过 没解释 没接话 目光扫向周围 于年漫不经心地问道 你觉得 这里生意怎么样 惨淡冷清 龙元点评道 不过 我喜欢人少的环境 只是可惜这样的状态 经营不会超过一年 就会倒闭 于年意外地看了眼龙元 说道 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这家私人会馆以前的老板 和我家有生意上的往来 龙元坦承道 以前我听我爸说 对方正在想办法甩手卖出去 只是没想到 接盘的老板居然和你认识 说到这儿 龙元苦笑一声 喝起咖啡 原来是这样 于年恍然大悟 笑着说道 看来你家庭环境是不错 提到家庭二字 龙元没接话 不知道想着什么 见两人没什么可聊的 于年喝完咖啡 起身离开 路过射箭运动馆门口的时候 一道身影撞上来 于年发现对方是剑术教练 没放在身上 绕过他准备离开 却不想剑术教练再次拦住于年 一脸挑衅地说道 我是故意的 于年愣了下 表情不怒反喜道 你这人挺有意思 见于年没生气 剑术教练更加来劲 小子 你哪冒出来的 远处 刚下楼的龙元 正巧看到这一幕 他一直都知道 莫康对他有想法 见莫康在找于年麻烦 心里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却饶有兴致地 选择了隔岸观火 莫康注意到不远处的龙元 见龙元盯着这里看 立马将表情变得更加挑衅 他一脸巨傲地看着于年 人高马大 足足有一米九的身高 自带天然的威慑力 根本没将于年当回事 见于年没说话 莫康再次挑眉 嗨 对你说话呢 哑巴了 你觉得很有意思 于年眉头微皱 心里逐渐不爽 我觉得有意思 莫康脸上带着得意洋洋的笑容 不时间垫着脚来回晃动 知道我为什么找你麻烦吗 不想知道 于年说道 莫康微微一正 有种一拳打空的错愕 小子 不该招惹的人别招惹 他是我的 说完 指了指几十米外站着 看戏的龙园 龙园看着于年 想知道于年如何解决这事 毕竟于年年纪轻轻 就已经成为百万富翁 龙园觉得 年轻气盛肯定不会忍 想到两人会为自己打一架 龙园心中 升起了一股奇怪的期待感 于年回头看了眼龙园 瞬间明白过来 解释道 他是我同学 同学也不行 莫康寒生道 你敢对他有想法 我不会让你好过 我告诉你 我来这里当剑术教练 就是为了他 是吗 于年笑道 那你一定会失望 为什么 莫康说道 他看不上你 于年说道 在他眼中 你和一个服务员差不多 因为你在这里 做的就是服务工作 你做服务的指望金主 能看上你 你这不是脑袋进水了吗 你 莫康呼吸一致 气得脸色铁青 他知道 能够进入这里的人 经济条件都不错 但考虑到于年年龄小 还是肆无忌惮地威胁道 小子 别猖狂 我告诉你 行了 别浪费我时间 不等莫康说完 于年绕过莫康就要离开 重生一世 将时间浪费在这种人身上 这对不起他的时间 感受到侮辱的莫康 冲着于年背影骂道 你妈死了 急着回去奔丧 于年停下脚步 重新走回来 下一秒 碰 于年一拳砸在莫康脸上 莫康没想到 于年会突然动手 猝不及防下 被打飞树米远 摔在地上 疼得呲牙咧嘴 龙元看到这一幕 也愣住了 他脸上多了抹错愕 却依旧没有上前制止 于年迈步上前 一脚踹在莫康身上 身上释放着射人心魄的寒意 莫康疼得浑身一抽 刚从地上爬起来 又被于年一脚放倒 连续尝试多次 终于 他发现 他根本不是于年对手 满脸错愕 对于一个常年经常运动的人 竟然不是一个学生的对手 这让莫康感觉不可思议 眼看于年再打下去会出事 龙元迅速上前拦住于年 够了 再打下去人都要被你打残了 没事 打残了我养他 于年停下动作 眼睛盯着地上的莫康 不怒自威 莫康迎上于年的眼神 第一次发现 一名学生的眼神 竟然如此可怕 就连于年浑身上下释放出来的气场 都完全碾压他 这哪儿像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学生 这明显是个老辣的中年人啊 从地上挣扎爬起来 莫康因为龙元在场 哪怕对于年已经有了忌惮 还是猖狂道 报警 我一定要报警 你等着 我一定让你付出代价 报警 报什么警 就在这时 一道冰冷的声音响起 众人闻言望去 只见陈谦带着秘书气场强大的走来 紧接着停在莫康身前 他一巴掌抽在莫康脸上 声线冰寒道 你以为你是谁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服务不好客人 你就得给我滚蛋 老 老板 看到来人是陈谦 莫康当场低头 大气都不敢喘 我以为你不知道我是你老板 陈谦瞪了莫康一眼 看向于年 问道 你想怎么解决 开除他 让他滚蛋 于年不悦地说道 这种人 我看着就烦 此话一出 龙元愣住了 就连莫康都面露惊恶 不过两人都默契地以为 陈谦不会开除他 因为剑术教练很难找 不是任何一个人 就能做好这个工作 不过接下来陈谦的话 却让两人目瞪口呆 好 没问题 陈谦文言 转头看向莫康 置地有声地说道 收好你的包袱 立即去财务结算工资走人 我不想再看到你 第316章 两个幻想狂 莫康眼瞪如牛 一脸不可思议 老板 我知道错了 你给我一次机会 我给你机会 谁给我机会 陈谦不悦地说道 再不走 我叫保安 眼见老板这样说 莫康无奈地叹了口气 目光落在于年身上 冷冷地说道 小子 算你狠 说完 大步离开 打发走莫康 陈谦上前说道 于年 你没事吧 没事 于年耸了耸肩 说道 学校有事 我先回去 说完 转身离开 伴随着考试结束 终于迎来了 古冰秋的演唱会 对于很多学生来说 哪怕是考试结束 也没有立即回家 而是选择看完演唱会离开 演唱会下午5点举行 于年通知 穆冷清和穆冷寒 两人三点到场后 随着古冰秋的车队 正式前往演唱会现场 因为前几天做过彩排 所以这次提前两个小时 只做演出准备 近距离看着古冰秋 车内的穆冷寒和穆冷清 两人心跳加速 脸蛋发红 两人没有想到 他们竟然可以和大明星 古冰秋 同乘一辆车前往现场 这超出了两人的预料 刷新了两人的认知 他们本来以为余年吹牛 可现在看来 这哪里是吹牛 分明就是绝对实力 看着穆冷寒和穆冷清 两人惊讶的表情 余年心里十分满足 心想 若是你们知道 晚上我会登台演出 那岂不是眼珠子 都要掉一地 平时将古冰秋 奉为偶像的穆冷寒 和穆冷清两人 近距离看着古冰秋 硬是一句话 都没说出来 直到下车 两人的目光 依旧在古冰秋身上 直到看到古冰秋 进入舞台工作间 这才反映过来 一没要签名 二没有合影 可谓痛心疾首 姐 没想到 我们竟然和古冰秋 同坐一辆车 表姐果然没有骗我 表姐夫和古冰秋 不仅认识 还是朋友 穆冷清 抓着穆冷寒的手 激动地跳脚 平日里 一向处事不惊的穆冷寒 也激动起来 蹦蹦跳跳地说道 太开心了 我们居然和古冰秋 同坐一辆车 回去够我吹一年 眼见余年 神色古怪地看着他 穆冷寒这才收敛 不过依旧难掩笑容 这次谢谢你 要不是你 我们没有这个机会 举手之劳 余年耸肩说道 晚上演唱会结束 一起回去 我不仅帮你要签名 还能让你们合影 真的吗 穆冷清一脸不可思议 当然 余年说道 你觉得这对我来说是问题 不是问题 绝对不是问题 穆冷清笑嘻嘻地吹捧道 姐夫在我心里 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行了 别拍马屁了 穆冷寒伸手在穆冷清脑袋上 轻轻一敲 想起之前对余年的怀疑 不好意思地对余年说道 实在是不好意思 之前我以为你骗我们 没事 余年白白手 我都没放在心里 他环顾四周 发现诺大的体育馆中心 早已经搭建好舞台 观众台上 已经有络绎不绝的观众 通过检票口进入 舞台经过巧妙的设计 一切都井井有条 看得出来 这次大夏娱乐 作为主办方 下足了功夫 想到还有一个半小时 演唱会就要开始 自己 也得做好准备工作 所以对两人说道 你们按照票号 找位置坐下来 我去办点事情 说完 将票递给两人 这是你们的票 看到余年要走 穆冷寒好奇道 你去哪儿 不是一起看演出吗 余年心想我不上台 这场演出也不完整 你们看毛线 嘴上说道 我有其他事情 什么事情 穆冷寒袍根究底 本来他对眼前 这个便宜姐夫挺看不上 打心眼里觉得 余年配不上 自己优秀的表姐 可经过今天的事情 他开始发现 余年有点东西 你真想知道 余年笑道 穆冷寒没有直接回答余年的话 而是拿出代价来绑架余年 表姐让你照顾我们 你去哪儿 我们就去啊 你也看到了 冷清这么小 现场几万人 他要是跑没见 我都找不到他 行了 没那么夸张 余年觉得告诉穆冷寒也无妨 说道 我要去后台准备 一会儿得上场演出 演出 穆冷寒眼睛越睁越大 一脸不可思议 你没开玩笑吧 就你 你能上台演出 不仅他持有怀疑态度 就连穆冷清 都觉得余年在吹牛 装笔 穆冷清瞪大眼睛说道 姐夫 见过装的 没见过像你一样装的 我说的是事实 余年耸肩道 你们不相信 我没办法 说完 转身离开 看着余年不像说假话的样子 穆冷清纳闷道 姐 你说他说的不会是真的吧 听他扯淡 穆冷寒撇嘴说道 就算他认识古冰秋 也不可能会上台演出 他要是能上台演出 我照样也能 吹牛吗 谁不会 这倒也是 穆冷清频频点头 说道 上台演出肯定不可能 但有一说一 表姐对象有点东西 能够和古冰秋做朋友 真的羡慕死我了 穆冷寒点点头 说道 确实有点东西 哎 等我长大 我一定要好好挣钱 将古冰秋取回家 穆冷清一向向往地说道 到时候 我就能和古冰秋天天在一起 穆冷寒文言 笑眯眯地说道 那到时候 他得喊我一声姐 他不仅要喊你姐 还会成为你最好的闺蜜 穆冷清一脸笃定地说道 两人对视一眼 不约而同地大笑起来 仿佛梦想已经成真 旁边路过的人发出了无情的嘲讽 又是两个幻想狂 于年刚走到工作间门口 就被孙猛拦了下来 年哥总算找到你了 怎么了 于年问道 缺张票 孙猛急忙说道 能不能再给我搞一张票 于年兜里正好剩一张票 掏出来递给孙猛 最后一张 你拿去 看着孙猛 于年问道 你小子是不是谈对象吗 第317章又见票选 没有呀 孙猛否定道 没有 没有你找票会这么积极 于年翻了个白眼 说道 真看不出来 你们一个个都是追星族 孙猛黑黑一笑 说道 你不知道 谷冰秋现在影响力很大 很多人都想看他演唱会 看来他也是你偶像 于年笑道 那当然 孙猛一脸骄傲地说道 年哥 你要是能够在这么大的体育中心 登台表演 你也是我的偶像 我天天供着你 不就是登台表演吗 于年说道 待会儿你瞪大眼睛看着 孙猛以为于年吹牛 没当回事 换了个话题 说道 我刚才在检票口 看到很多同学 不仅班长龙员来了 就连辅导员都来了 对了 屈飞也来了 除了他们 你猜还有谁 你绝对想不到 谁啊 于年好奇道 就连校长都来了 孙猛说道 真没想到 校长竟然和我们一样 是追星族 他居然都来了 于年有些意外 却也没多想 况且 木范琴来不来 跟他半点关系没有 行吧 你先去忙 于年说道 我还有事 说完 直奔舞台后面的工作间 看到于年进入工作间 孙猛没有多想 因为他知道 于年和古兵秋认识 心里认为 于年肯定是找古兵秋去了 想到这里 孙猛心里十分羡慕 暗存 能和明星做朋友就是好 他决定 回头想个办法 巴结古兵秋 进了工作间 于年看到很多工作人员 都已经忙碌起来 古兵秋 正被三个助理包围 画上了精致的妆容 看到于年走进来 古兵秋问道 你真的决定唱 老鼠爱大米 呵 来人哭吧 不是罪 嗯 于年点点头 说道 我相信这两首歌 肯定会带来不错的反响 说话间 他佩戴上黑色口罩的同时 又戴上了黑色鸭舌帽 对着镜子 进行调整到合适角度 力宝就算是熟人遇到 都看不出来是他 古兵秋看到于年 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 叹气道 你真不打算露脸 不露脸 是我的底线 于年说道 我已经和丹姐沟通好 对外称呼我为影子就行 见于年坚持 古兵秋没再说什么 而是问道 老鼠挨大米 呵 来人哭吧 不是罪 我觉得名字有些怪怪的 你真的相信这两首歌 他没见过歌词 之前也没见 于年提起过 这让古兵秋有些不放心 在古兵秋心里 这次演唱会 对于年来说是个成名的机会 他希望于年能够一炮而红 和他一样走上星途 别担心 于年递给古兵秋 一个放心的眼色 说道 一定不会有问题 好吧 古兵秋点点头 说道 只要你觉得可以就行 他想和于年同台合唱 于是提议道 于年 伤不起 这首歌 我们合唱可以吗 合唱 于年诧异道 不是按照之前说的 咱们个唱个的吗 伤不起 这首歌 是男女合唱歌 古兵秋无语道 你自己写的歌你不知道 于年文言 心头一灵 这才想起 这首歌 的确是男女合唱歌 当年这首歌 是王林和老猫一起合唱才爆火 自己居然将这件事情忘记 好 简单地思索后 于年痛快地答应道 既然这样 这首歌 我们一起合唱 眼见于年答应 古兵秋脸上浮现出了满意和开心的笑容 就在这时 单起兰走了过来 问道 于年呢 怎么没看见人 这儿呢 于年笑道 认不出来吗 听到于年说话 单起兰这才注意到 站在旁边戴着口罩和鸭舌帽的于年 震惊道 你真的打算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 这不是之前就沟通好的事情吗 于年笑道 单起兰满头黑线 十分无语 却无可奈何 只得妥协 行吧行吧 只要你开心就好 对于于年 他不敢逼迫得太紧 可他实在是不明白 若是换个人 遇到这么好的机会 绝对不会戴着口罩上台 让人认不出来 挥手叫来负责人 单起兰问道 一切都准备好没 全部准备好 负责人说道 古兵秋到点 上台就行 一切按照彩排过程走 至于影子 作为压咒出场 最后上台 压咒 于年连忙说道 别开玩笑 我担心我压不住 就这么安排 古兵秋坚持道 只有这样 你才有机会 正好 伤不起 这首歌我们合唱 他无缝衔接出场 你们商量好就行 单起兰说道 其他听我们安排 眼见大家都这样说 于年没再拒绝 那行吧 希望我能压住场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间到了出场时间 能够足足容纳 五万人的体育场 坐无虚席 人声鼎沸 热闹非凡 一众媒体记者 早已经在在舞台周围 架起长枪短炮 甚至已经有电视台 早已经和举办方 谈好转播事宜 咔咔咔 黑暗的舞台 灯光猛地亮起 聚焦在舞台中央 主持人的身上 伴随着主持人 一阵慷慨激昂的演讲后 舞台再次陷入黑暗 几秒后 舞台再次亮起 无数闪光灯 聚焦在不知何时 上台的古冰秋身上 歌声尚未响起 观众席上 已经出现 非反迎天的呐喊声 古冰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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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场齐呼 不约而同 叫着同一个名字 当声音直冲天际 达到顶点时 早已经设置在舞台周围的 焰火百发齐射 伴随着烟雾和伴舞的出现 舞台的气氛 瞬间被炒热 紧接着 动听的歌声传向四方 又见雪飘过 飘于伤心处 让我再想你 缺陷我心痛 早已经分了手 一手飘雪 让非反迎天的现场 迅速安静下来 与此同时 也震撼了现场的所有人 紧接着 一手 晚风 让所有人心中掀起惊涛骇浪 第318章 代入感挺强 观众席上的观众们 被彻底调动情绪 新颖的歌词 从未听过的歌 让每一位观众 都深深沉浸在 古冰秋美妙的歌声中 姐 实在是太好听了 木冷清激动道 不愧是我的偶像 我没分错的 是啊 木冷含附和道 如果我有他一半的唱功 睡着都会笑醒 姐 那你肯定能够成为大明星 木冷清吹捧道 到时候 我一定做你的铁杆粉丝 行 那说好了 木冷含开心道 到时候好好做我粉丝 说到这儿 他想起余年 问道 看见你便宜姐夫没 没有呀 木冷清说道 就一直没看到他回来 难道他真的去唱歌了 吹牛 木冷含不屑地说道 他要是能登台唱歌 我救他孙女 那人为什么一直没回来 木冷清处着下巴 视线扫过人群 看到了两抹熟悉的身影 姐 你看 那不是表姐妈和你妈吗 他们怎么来了 木冷含文言 顺着木冷清的视线望去 发现在数十米外的观众席上 坐着两个熟悉的身影 正是小姑母范琴 和妈妈韩亚 他眼睛越睁越大 一脸不可思议 他们怎么来了 难道他们也是古冰秋的粉丝 你看他们看得多入迷 肯定是的 木冷清笑嘻嘻地说道 真没有想到 他们嘴上不屑 行动却很老实 背着我们偷偷摸摸来 就是 两个老追星族 木冷含撇嘴道 算了 别管他们 说完 目光落在远处的舞台上 听着悠扬动听的歌声 一脸陶醉 就在这时 于年坐回了两人身边 看着舞台上唱跳俱佳的古冰秋 就连于年的眼中 都透露着不可思议 难以相信 这回是几个月前 普普通通的古冰秋 天地良心 几个月前 古冰秋也就唱歌有些水平 可经过扇启兰的专业培训 如今已然成长为 一名专业艺人 有着不俗的控场能力 咦 你怎么回来了 看到于年出现 木冷含惊愕道 你刚才去哪里了 去后台沟通上台演出的流程 于年漫不经心地说道 你真会装笔 木冷含笃定于年撒谎 笑呵呵地说道 既然你跑到后台沟通演唱流程 你又到这里干什么 要不是后台那边看不到舞台 我就不会跑到这里观看 于年看着舞台 满意到 有一说一 这个视角真不错 看来古冰秋给票的时候 都研究过位置 姐夫 咱们不吹牛行吗 木冷清撇嘴说道 你越吹越不靠谱 于年笑了笑 懒得解释 他感觉背后有一双眼睛正盯着他 下意识回头一看 正好与远处的木范琴目光相接 于年微微一震 眼中闪过一抹意外之色 随后递给木范琴 一个不冷不热的笑容 算是打了招呼 可这边的木范琴 眼睛都看直了 他做梦都没有想到 于年竟然和侄女 一起出现在演唱会上 几人有说有笑 看起来关系不错 木范琴用胳膊肘拐了拐身旁的韩亚 冲于年所在的方向 努了努嘴 这怎么回事 冷寒和冷清 怎么会和于年认识 韩亚看到女儿 先是一正 继而意外道 我也不知道呀 这什么情况 没听冷寒说过他认识于年呀 他知道女儿来看演唱会 没有阻止 只是没想到 女儿会和于年混迹一起 韩亚整个人都困惑了 好奇他们怎么会认识 真是奇怪 木范琴摇了摇头 说道 回头告诉冷寒 别和这小子走得太近 这小子不是什么好东西 韩亚扑斥一笑 调侃道 人家好歹是你未来女婿 哪有丈母娘这样评价自己女婿的 她才不是我女婿 木范琴歪头道 她要是我女婿 能把我气死 女大不由娘 韩亚笑眯眯地说道 家家的性给我知道 一旦她认定的事情 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够了呀 木范琴不悦地说道 我不同意 就是不同意 你看着吧 他们长时间见不到面 不用我逼迫 他们都会自己分手 说实话 你这招真损 韩亚摇了摇头 说道 为了棒打鸳鸯 将女儿送到国外 嘖嘖嘖 这事我真干不出来 怎么 听你口气 你好像挺欣赏她 木范琴回怼道 要不这样 你让你家冷寒和这小子在一起 怎么样 你说什么呢 韩亚不悦道 你都看不上她 我能看上她 欣赏归欣赏 做自己女婿 绝对不可以 余年若是真做了她女婿 她这辈子都别想 在木范琴面前抬起头 那不就得了 木范琴笑道 我现在就盼着他们两人分手 看着吧 早晚的事情 不过你可得注意 这小子忽悠女孩子 一招接一招 你家冷寒可别被她忽悠了 你以为我家冷寒 和你家家家一样 是恋爱恼吗 韩亚笑道 放心吧 我家冷寒我知道 平时看着没心没肺 但骨子里非常现实 像余年这样的男孩 他看不上 这话再次让木范琴 心里不舒服起来 心想你家冷寒看不上 我家家家看上了 就代表我家家家眼光不好呗 算了 别说这些不高兴的 看演唱会 木范琴不想在这个话题上 继续讨论下去 将话题重新拉回演唱会上 有一说一 这个谷冰秋唱歌是真的好听 长达两个小时的演唱会 期间谷冰秋 不时间调动着观众的情绪 凭借着超强的控场能力 现场的气氛非常好 演唱会进入最后20分钟 余年看了眼时间 发现该自己上场 和木冷寒打了声招呼 该我上场了 你们别乱跑 说完 迅速离开 木冷寒和木冷清相识一眼 皆是惊恶 姐 她代入感挺强的呀 木冷清 嘖嘖撑舌道 你看 骗人都把自己骗进去了 木冷寒耸耸了耸肩 别理她 估计上厕所去了 第319章酝酿情绪 接下来 带给大家一首 伤不起 舞台上 响起了谷冰秋的声音 这首歌是影子写的 我们正好请来了影子先生 作为神秘嘉宾 与我合唱 此话一出 全场质疑 影子 这名字好奇怪 没听谁过呀 一个写歌的唱功能行吗 观众席上 众人议论纷纷 木冷寒和木冷清相识一眼 又看了看余年离去的方向 心想 有这要巧合的事情 就在两人困惑间 伴随着升降台升起 一道挺拔的身影 出现在舞台中央 手拿话筒 面带口罩 脑袋上戴着黑色鸭舌帽 帽颜压得很低 看不清面容 观众席发出一道道吁吁之声 对于突然出现的合唱嘉宾 表示不屑 尤其是将自己隐藏得严严实实 现场的观众大多数都看不惯 下去 给我下去 有人高声呼喊 手中的矿泉水平 朝舞台方向丢去 有第一个人开头 很快就有第二个人跟着抗议 哪来的面罩男 给我滚下去 别影响我看偶像 现场抗议的气氛被带动 迅速席卷整个观众席 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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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场高呼 纷纷抗议 所有观众 对于突然出现的余年不买账 一心只想听古冰秋唱歌 站在舞台中间的余年有些错 心想这一个个脑残粉 是有大病吧 好 既然你们瞧不起我 那我就给你露两手 让你们知道我的厉害 谁还不是歌唱家 老子唱起来吊打你们 想到这儿 余年给了古冰秋一个眼神 古冰秋没料到余年的上场 会是这个局面 挥手示意伴奏音乐的同时 硬着头皮唱起来 你的四周美女有那么多 但是好像只偏偏看中我 恩爱过后都来找我 总说你很忙 没空来陪我 古冰秋一开唱 费反迎天的抗议声立即停止 所有人瞪大眼睛聆听歌声 脸上迅速爬上不可思议 新潮热烈的歌 在场的人都没有听过 一时间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成功控场 古冰秋松了口气 继续唱歌 我想你想到昏天暗地 电话打给你 美女又在你怀里 我恨你恨你 恨到心如血滴 伤不起真的伤不起 我算来算去 算算到放弃 良心有目有 你的良心被狗雕 我恨你恨你 恨到彻底忘记 全场的气氛彻底点燃 众人随着古冰秋的歌声 竟然摇摆起来 台下的单启兰 非常满意古冰秋今晚的表现 知道今晚过后 古冰秋在内地彻底站稳脚跟 接下来该是于年接唱的环节 单启兰的心脏立即提了起来 生怕出现失误 对于于年来说 这是一次机会 但不是天天都有机会 这也是 他在没有报备公司的情况下 擅自做主 一旦出现失误 那他必将面临处罚 古冰秋迈动着舞步 看向于年 见于年没有立即接唱 一颗心冲到嗓子眼 现场再次陷入寂静 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 舞台中央的于年 就在这时 于年握住话筒 歌喉高展 漂亮的美眉你是否寂寞 我为你rap这首歌 我的被窝里没有辐射 点言也不用吃很多 于年嘹亮的歌声 随着音响响彻整个体育馆 足足五万人的观众 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观众们脸上交织着错愕和惊诧 端得纷乱无比 长达将近三十秒的沉寂之后 现场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响彻天界 直冲云霄 耶 扇启兰激动地跳起来 一个提着的心逐渐放下来 就连舞台上的古冰秋都松了口气 知道空场稳了 于年模仿着古冰秋的步伐 边和古冰秋互动 边握着话筒 控制着唱歌的节奏 夜晚你和我摇耳朵 不要怀疑我的爱很多 你对我说伤不起 害怕我把你抛弃 别再考虑 别再犹豫 我只想和你在一起 叫我一声亲爱的 其他什么都别说 然后我们吃着火锅 一起唱着歌 于年越唱越起劲 尤其是听着台下的欢呼声和崇拜声 于年终于明白 为什么无数女人宁愿被潜规则 都想当明星 这种受人追捧和崇拜的感觉 实在是太美妙 简直飘飘欲仙 唱到兴奋之时 恨不得一把扯下脸上的口罩 可最后于年还是忍住了 他唱完首一指 古冰秋立马皆辞 你的四周美女有那么多 但是好像只偏偏看中了我 恩爱过后不来找我 总说你很忙 没空弄来陪我 你的微博辣妹很多 原来我也只是其中一个 万分难过问你为什么 难道痴情的我不够惹火 伤不起真的伤不起 两人倾情合唱 燃爆全场 全场的气氛直冲巅峰 彻底被调动起来 欢呼声响彻整个体育馆上空 观众席上的观众们 摇晃着身姿满足到极点 这身影这声音 木冷寒震惊歌声 新潮动听的同时 越发觉得舞台上的影子 很像于年 不 应该说太像了 此刻的木冷寒 恨不得冲上台 将影子的面罩 强行取下来 一探究竟 不仅是木冷寒 就连木冷清都有影子 就是于年的想法 两人对视一眼 心照不宣 一首 伤不起 唱完 古冰秋拿着话筒说道 感谢大家来参加我的演唱会 看到大家对影子先生的满意 我很开心 既然这样 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影子先生 由影子先生 给大家带来精彩的表演 说完 乘坐升降机 缓缓离开舞台 经过了刚才的合唱 大家对影子先生的演唱 已经接受 听到古冰秋说 接下来是影子先生的 个人展现时刻 所有人充满期待 接下来给大家 带来一首自创歌曲 老鼠爱大米 希望大家喜欢 于年微微一笑 开始酝酿情绪 沐冷寒和沐冷清姐弟 两人猛的一正 你看着我 我看着你 互相交换着眼神 第320章 男人哭把不是罪 这说话的声音 已经不是像 而是一模一样 不仅他们两人 怀疑舞台上的影子先生 是余年 就连孙猛和屈飞都愣住了 天地良心 这说话的声音 跟年哥不是一模一样吗 难道舞台上的人 真是年哥 想到这里 两人齐齐摇头 认为这绝对不可能 相比于这些余年的熟人朋友 其他观众在乎的是影子先生的歌 老鼠爱大米 所有人听到这个歌名 都摇头 觉得不咋样 酝酿完情绪的余年一张口 歌声传向四周 我听见你的声音 有种特别的感觉 一开口 全场陷入死一般寂静 下一秒 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气氛再度被点燃 所有人没想到 眼前这个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影子 一开口就是天花板级别唱功 我记得有一个人 永远留在我心中 哪怕只能够这样地想你 如果真的有一天 爱情理想会实现 我会加倍努力 好好对你 永远不改变 温柔的歌声 紧贴地气的歌词 震撼了全场每一个观众 舞台下的单启兰 和古冰秋美眸越争越大 一脸不可思议 好听 实在是太好听了 温柔亲切的歌声 刷新了二人的认知 就连一众观众都被惊呆 沐冷寒双手抱头 心中掀起惊涛骇浪 惊叹连连道 我低天 竟然有这么好听的歌 太不可思议了 姐 如果影子先生就是余年 那咱们这个便宜姐夫 何止是有点东西 简直就是天才啊 沐冷清 神情激动 心头震撼 两人越来越相信 舞台中央的影子先生 就是余年 观众席上 一名漂亮疯狂的女观众 抱着一束玫瑰花冲上舞台 将玫瑰花亲手献给余年 余年接过花 抱在怀里 道谢后继续唱歌 我爱你 爱着你 就像老鼠爱大米 不管多少风雨 我都依然陪着你 我想你想着你 不管多么的苦 只要让你开心 我什么都愿意 温柔亲切的歌声传向四周 唱进了所有人的心中 来一起观看演唱会的情侣 手牵手 画面温馨 甚至有情侣 已经当众亲吻起来 上了年龄的中年男女 已经感动落泪 眼角湿润 龙原听着歌声 看上台上的影子先生 向来不相信爱情的他 在这一刻竟然渴望起爱情 是啊 有个男孩风里雨里呵护自己 该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 穆冷寒逐渐不敢确定台上的人是余年 但是对影子先生却充满兴趣 就连观众洗礼坐着的穆范琴和韩亚两人 已然成为影子先生的铁杆粉丝 唱得太好了 穆范琴神情激动 冲着舞台挥舞着双手 喊道 我爱你 影子 我爱你 这一刻 性格古板的穆范琴情绪彻底被调动起来 身旁的韩亚和穆范琴 有着同样的感觉 挥舞着双手 心情激动 两人已然成为台上影子先生的死忠粉 我爱你爱着你 就像老鼠爱大米 不管有多少风雨 我都会依然陪着你 我想你想着你 不管多么的苦 只要能让你开心 我什么都愿意 这样爱着你 于年一首歌唱完 于音回荡在舞台上空 缓缓消失 却留在了观众们的心里 温暖着每一个人 啪啪啪 雷鸣般的掌声爆响 犹如潮水般席卷观众席 观众们一个个接一个的 高高举起双手鼓掌 表达着内心强烈的情绪 这是对于年最大的认可 再来一首 观众席上 沐泛琴率先喊出心中所想 好听 实在是太好听了 沐泛琴从来都没有听过 这么好听的歌 内心情绪暴然 很快 这一喊形成连锁反应 再来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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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席上 响起了不约而同的声音 震耳欲聋 面对观众们的热烈反响 于年 从心里到身体 都非常的享受和开心 舞台下的善起兰 带着满意的笑容点评道 无论是歌词还是唱功 都足以堪称专业水准 经过今晚这一唱 以后影子先生 将会在整个娱乐圈 成为一个传说 古冰秋文言 赞同的点点头 却又一脸惋惜地说道 若是余年不戴口罩就好了 没事 善起兰笑眯眯地说道 有了明星光环 总有一天 他会心甘情愿地主动取下口罩 古冰秋看向善起兰 若有所思 这首 老鼠爱大米 写得不错 若是能够将版权买下来 是一件最好的事情 善起兰一脸认真的说道 我有预感 这首歌一定会爆火 当然 说到这儿 他看向古冰秋 赞叹道 你的 伤不起 肯定也能火 可以说 今晚的你和余年 是神仙打架 必然成为一个传说 古冰秋文言一笑 说道 你说的对 因为余年在我心里 已经是神一样的存在 伤不起 是他为我写的 我相信必火 从未有一刻像现在这样 他对未来的期待 如此的笃定 和无条件相信 这一切 都是因为余年 善起兰看向古冰秋 两人相视一笑 台上响起 余年温和自信的声音 既然大家都希望我再唱一首 那我就献丑了 接下来这首歌叫做 男人哭吧 不是罪 献给在座各位辛苦奋斗的男人们 啪啪啪 话音未落 掌声雷动 伴奏响起 熟悉的钢琴曲欢快跳跃 仿佛书写着一个人的人生 余年将话筒放在嘴边 充满沧桑的歌声传向四周 在我年少的时候 身边的人说不可以流泪 在我成熟以后 对着镜子 说我不可以后悔 在一个范围不停地徘徊 心在生命线上不停地轮回 人在日日夜夜撑着面具睡 我心里焦脆 沧桑辅人的歌声通过音响 回荡在观众们的耳畔 如同故事一般的歌词 令所有人心头出动 在场的中年男人嘛 仿佛藏在心底的一根弦被波动 泪水情不自禁地落下 打湿了眼角 引来了回忆 第321章燃爆全场 男人哭吧 不是罪 是啊 一个男人活着多累啊 得承受多大的压力 余年的歌声 引起了大家的共情 仿佛犹如父亲一样 抚慰着在场所有中年男人 伤痛的心灵 沐冷寒虽然身为女孩 但是想起了父亲的不容易 周围传出低声的哭泣声 沐冷寒彻底被震撼 这首歌的感染力是有多强 才能让大家共情到这种地步 舞台下的单启兰和古冰秋 两人心中 早已经掀起惊涛骇浪 两人美眸瞪大 满脸难以置信 余年才多大年龄 就能唱出这种饱寒沧桑的歌曲 而且发挥得淋漓尽致 要知道 今年余年不足20岁啊 这歌声这感情 是一个不足20岁的学生 能够唱得出来的 单启兰和古冰秋 互相交换着眼神 都感觉不可思议 无形的压力 压得我好累 开始觉得 呼吸有一点难为 开始慢慢卸下防卫 慢慢后悔 慢慢流泪 男人哭吧 哭吧 不是罪 再强的人 也有权利去疲惫 微笑背后 若只剩心碎 做人何必撑得那么狼狈 男人哭吧 哭吧 哭吧 不是罪 常常阔别已久眼泪的滋味 余年握着话筒 声音沧桑却高亢有力 两世为人的记忆重叠交替 仿佛一下子回到上一世 所有经历的辛酸苦辣 都在大脑中回放 做人何必撑得狼狈 常常阔别已久眼泪的滋味 就算下雨也是一种美 不如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痛哭一回 余年几乎用着沧桑的嘶吼 唱完最后一句 两酒后缓缓睁开眼睛 眼角不知何时已经湿润 现场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 剩余不多作者的观众 齐刷刷地站起来 向余年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谢谢大家 我是影子先生 今晚的演唱会到此为止 有缘再见 余年深深鞠躬 走到舞台中央 在升降机上缓缓退场 留给大家一个黄金传说 与此同时 舞台四周的烟火冲天而起 为谢幕做最后的道别 观众席上 看到影子先生离开 所有人还沉浸在 刚才的歌声中 无法自拔 等反应过来后 所有人都在讨论 影子先生到底是谁 因为谁都没有看到 影子先生的真实面孔 太震撼了 作为大学校长的木范琴 毫不吝啬地赞叹道 能够写出这么好歌词的人 一定才华横溢 难以想象 谁能写出这样 令人惊叹的歌 是啊 韩亚点头附和道 今晚我们家老木没来 若是他来了 他一定会觉得 这是他这辈子 最值得欣赏的演唱会 你看那边 木范琴忽然叫道 怎么了 韩亚顺着木范琴的目光看去 只见人群乌鸦鸦地 冲向舞台工作间方向 不用猜 就知道这些人 想一睹影子先生真容 唱得太好了 天哪 我这辈子都没有听过 这么好的歌 谁说不是呢 我都想嫁给影子先生了 周围诸如此类的议论声 不断传来 木冷寒心中触动无比 姐 你说台上的影子先生 会不会是余年 木冷清一脸认真的询问 这一刻 他都已经怀疑起 自己的判断力 影子先生和余年的声音 实在是太像了 可影子先生完美的 根本不可能是一个普通人 两人都不愿意相信 影子先生会是余年 若影子先生不是余年 那余年又去哪里了 难道这真的是一个巧合 面对堂弟的询问 木冷寒也陷入了沉默 看着大批人围堵住舞台工作间 木冷寒开口道 我们也去看看 影子先生到底是谁 另一边 孙猛和曲飞都在怀疑影子先生是余年 可又觉得不是 两人对余年佩服归佩服 可从心底里不认为 余年能够有这本事 因为影子先生在两人心中 已经是神一样的存在 看到大量观众往舞台工作间涌去 孙猛和曲飞带着同伴跟着赶去 下了舞台 来到工作间的余年长舒一口气 这场演出总算是圆满结束 太棒了 古冰秋上前给了余年一个激动的拥抱 一脸不可思议地点评道 自此以后 你将成为娱乐圈的传说 有那么夸张吗 余年谦虚道 我觉得我唱得一般 这次没发挥好 我可以唱得更好 古冰秋和单启兰相视一眼 两人眼睛都直了 这还唱得一般 这水瓶完全是神一样的存在啊 老鼠挨大米 男人哭吧 不是嘴 这两首歌 乃一首不堪称经典 单启兰惊叹道 余年 你知道吗 就你这水瓶 调达任何一位专业歌手 说到这儿 他拍着余年的肩膀说道 回头你来录音棚 将这两首歌重新录一遍 我要为你发布专辑 整得这么夸张 余年松开古冰秋 苦笑道 没必要吧 就凭这两首歌 我保证你能赚到一百万 单启兰一脸骄傲 忽然觉得自己嘴巴说得太快 再次纠正道 当然 这只是有可能 这两首歌版权你卖吗 我愿意一首歌出价二十万 两首歌出价五十万 怎么样 再想想 余年笑了笑 说道 价格方面有待磋商 看出余年的不满意 单启兰立即补充道 只要你愿意卖 你出价 怎么样 单姐 今天有点累了 咱们改天谈吧 余年认真道 我还有朋友在外面等着我 好 单启兰点点头 又想起了古冰秋的 伤不起 说道 冰秋 回头 伤不起 这首歌的版权 咱们磋商下 版权不在我手里 古冰秋说道 这些歌都是余年给我写的 我只有演唱的权利 没有买卖的权利 如果你想买版权 这件事情要和余年商量 啊 单启兰微微一正 这才想起 余年为公司写的很多歌 版权都在余年手里 天地良心 别的歌版权在余年手里就算了 但是今晚演唱的几首歌版权 他必须想办法拿下来 原来是这样 没事 回头我们再商量 单启兰知道 不能逼得太紧 换了个话题 余年 当明星的感觉怎么样 第322章 我是死忠粉 还不错 过了一把明星影 余年点点头 说道 难怪很多人都想当明星 但是观众们崇拜的眼神 都足以心潮澎湃 那当然 单启兰笑道 明星嘛 是大众们的偶像 肯定 不等单启兰说完 负责人急匆匆地走了过来 先是一脸钦佩地看了余年一眼 继而打断单启兰的话 说道 单总 不好了 咱们工作间门口 被观众们围得水泄不通 他们都想一睹 影子先生的庐山真面目 此话一出 单启兰和古冰秋 齐刷刷地看向余年 满脸震惊 余年说道 你们看我没用 这件事情 给你们解决 反正我出得去 说完 摘下头上的鸭舌帽 和脸上的口罩 将东西丢在一旁 在单启兰和古冰秋 目瞪口袋中说道 反正没人看出我的真容 我大摇大摆走出去就行 你走了 我们怎么办 负责人苦着脸说道 这些观众见不到人 肯定不会离开 对了 还有好多人吵着要见古冰秋 现在怎么办 冰秋 你简单地装扮一下 和余年一起离开 单启兰当机立断道 其他事情交给我 他知道 观众一旦哄闹起来 说不定会引起不小的意外 虽然他很乐于看到 现在的热烈气氛 但是对于意外 却不想看到 要知道 现在不管是古冰秋 还是余年 都是他的宝贝疙瘩 谁出意外 那损失就大了 好 我去换身衣服 古冰秋说话间 立即去了换衣间 几分钟后 当古冰秋出来的时候 已经改头换面 一顶白色的帽子 将帽颜压得很低 脸上没有戴口罩 却在假发的掩盖下 只露出半张脸 在昏暗灯光下 很难分别出真容 我们走吧 余年牵起古冰秋的手 没让保镖跟着 来到门口 只见门口早已经乌鸦 拉压挤了一大堆人 这些人都叫嚷着 要见两人 见 保证大家都能见到 负责人一边安抚着 众人的情绪 一边说道 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先出去 让让 都让让 众人看到出来的 不是古冰秋和影子先生 也没当回事 不过也没主动让到 余年拉着古冰秋 硬生生挤出去 刚挤出人群 就看到木冷涵和木冷清 凑了过来 余年 木冷涵上前 上下打量着余年 看到余年身旁的女孩 仔细一看 发现是古冰秋 知道人多 也没伸张 我们往出口方向走 木冷清瞪大眼睛 看着余年 在相与不相之间 纠结徘徊 四人往出口方向 簇拥而去 孙猛和屈飞 不知道余年已经离开 结果自然扑空 刚来到出口停车场 木冷涵就被两道熟悉的身影拦住 一位是母亲 一位是小姑 木冷涵有些尴尬 说道 妈 小姑 你们怎么还没回去 韩亚冷着脸 跟我回去 整天在外面瞎混 像什么样子 你先回去 我一会儿回去 木冷涵将木冷清 往母亲身前一推 笑嘻嘻地说道 你先把她带回去 木冷清傻眼了 目瞪口呆地 看着自己的堂姐 抗议道 姐 凭啥让我回去 要回一起回 你不回 我也不回 心想 我还没搞清楚 姐夫到底是不是银子先生吗 小孩子哪有那么多屁话 木冷涵说道 也不看看几点了 让你回去 就赶紧回去 我不回去 木冷清撅着嘴 努力反抗 却不想 耳朵被韩亚一把揪住 紧接着响起韩亚的怒斥声 回不回 我问你到底回不回 啊 婶婶 痛 痛痛痛痛 我回 我回还不行吗 耳朵传来的疼痛 木冷清 识趣地选择了妥协 她眼神悠悦地盯着自己唐姐 表情充满愤怒和不甘 最终 忍无可忍 木冷清不甘挣扎道 沈沈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我还没和古冰秋合影呢 姐 快拍照 快拍照 给我拍一张 说话间 不顾疼痛地 往古冰秋身旁挣扎 木冷寒愣住了 古冰秋愣住了 就连余年 整个人都震惊了 心道 就算你追星 也不能追到这种地步吧 咔嚓 木冷寒呆愣之后 迅速掏出相机 对着两人按下快门 画面定格在古冰秋 木冷清 以及韩亚三人身上 古冰秋面带惊恶 木冷清痛苦中带着满足 而韩亚猛逼之余 右手揪着木冷清耳朵 画面极具戏剧性 可所有人都没相信 站在余年身旁的是古冰秋 一是古冰秋简单地装扮过 二是灯光昏暗 看不太清 追星 你就知道追星 韩亚义愤甜意地说道 我看你就是个脑残粉 追星追的眼睛都瞎掉了 我不是脑残粉 我是死忠粉 拍了照的木冷清一脸满足 开心地叫道 古冰秋 我这辈子都是你的死忠粉 看看 你看看这像什么样子 一个个都是脑残粉 以后社会的未来 在你们身上靠得住吗 木饭情一脸不屑 对于木冷清的狂热 十分唾弃 话也不能这么说 余年解释道 大家是正常追星 呵呵 你以为你是什么好东西 木饭情盯着余年 目光与余年相接 冷嘲热讽道 当面一套 背地一套 想到余年和戴家在一起 背地里却牵着 另外一个女孩子的手 木饭情急痴白脸地冲上前 一把剥掉古冰秋的帽子 嘴上叫嚷道 余年 你告诉我 这个女孩到底是谁 帽子连同着假发掉落 露出了古冰秋的真容 看着眼前的女孩 竟然是自己崇拜的偶像 木饭情眼睛越睁越大 一脸不可思议 不仅是她 就连韩亚都瞪大了眼睛 满脸惊愕 谁能想到 停车场竟然能够遇到自己的偶像古冰秋 天降恩义啊 古 古小姐 您知道吗 我是您的粉丝呀 木饭情惊愕之余 热情地冲上前一把握住古冰秋的手 激动地说道 我教木饭情 是中南财大的校长 为你看你的演唱会 我把今天的会议都取消了 第323章 木饭情追星 不等木饭情说完 韩亚一把甩开木冷清 又毫不留情地推开女儿 握住古冰秋的另外一只手 满脸堆笑地说道 古小姐 我也是你的粉丝 我叫韩亚 为了参加你的演唱会 我专门从外地回来 你知道吗 我特别喜欢听你的歌 两人激动到 声音都颤抖起来 木冷寒和木冷清相识一眼 皆是无语到满头黑线 心想两个粉丝狂 也不比自己强多少 有脸说自己 其实还不如自己呢 看到这一幕的余年 同样无语 低下身捡起地上的帽子和假发 重新给古冰秋戴上 好在周围没有无人 否则被粉丝认出来 这必然引起轩然大波 面对两人的热情 古冰秋面带笑容地说道 你们好 谢谢你们能够参加我的演唱会 我们喜欢你 以后的演唱会 我们都会参加 韩亚小鸡灼米式的点头 沉浸在与偶像见面的激动中 是呀是呀 木饭琴一改平日里的威严 笑眯眯地说道 以后你的演唱会 我们一定到场参加 天地良心 你的 飘雪 上不起 真的太好听了 请问 你什么时候发布专辑 相信很快 我会发布新的专辑 古冰秋和蔼可亲地说道 到时候一定会有通知 敬请关注 好 木饭琴文言激动道 那真的是太好了 说到这儿 他想到演唱会的神秘嘉宾 追问道 对了 你一定见过影子先生的真容吧 能不能将影子先生 引荐给我们见见 你们想见影子先生 古冰秋微微一正 下意识地瞄了余年一眼 对对对 木饭琴眼见有戏 发自内心地说道 我们是影子先生忠实的粉丝 影子先生的老鼠爱大米 实在是太好听 简直唱到了我们的心坎里 是呀是呀 韩亚满脸期待地说道 老鼠爱大米 这首歌是太好听了 我这辈子都没有听过这么好听的歌 等他发布专辑 我一定要买张碟片 让我丈夫听听 提到影子先生 木冷韩和木冷清 两人目光不约而同地 落在余年身上 他们盯着余年的表情 想看余年的神色变化 却发现表情古井无波 心里有些失望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余年表面古井无波 可心里却乐坏了 不是瞧不起我吗 不是看不上我吗 不是不允许我和大家在一起吗 现在把我当偶像追捧了 余年心情舒爽无比 暗存 若是木泛琴得知自己 就是影子先生 那得露出什么样的表情 想必到时候 一定会非常精彩吧 古冰秋眼神隐晦地看了余年一眼 心中震惊 余年俘获粉丝实力之余 为余年感到开心 坦白说 想见影子先生有些困难 不过我相信 影子先生短时间内 一定会发布专辑 到时候 大家可以去购买 古冰秋笑着说道 时间不早了 我该回去了 不好意思 眼见古冰秋要走 韩亚和木泛琴不好阻拦 木泛琴扫了眼旁边的余年 一脸慈祥地将古冰秋拉到一旁 他看着古冰秋 低声说道 古小姐 我有必要提醒你 跟在你身边的余年不是个好东西 她是我学生 我最了解 你千万别上了她的当 啊 古冰秋面露惊愕 哭笑不得地说道 您说的是真的吗 古小姐 瞧你说的 我就算是骗谁 都不能骗你啊 木泛琴一脸认真地说道 多提防 他就对了 说到这儿 他忽然想起什么 问道 对了 你和他怎么认识的 按理说不可能啊 你这么大一个明星 怎么会和一个普通学生走在一起 古冰秋笑了笑 解释道 我和余年是朋友 朋友 木泛琴惊愕地看了眼余年 又扭头看了眼古冰秋 一双眸子越瞪越大 一脸不可思议 余年能够和古冰秋做朋友 这刷新了木泛琴的三观 在木泛琴的心里 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同样震惊的还有韩亚 韩亚看了眼余年 又看向女儿和侄子 问道 你们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木冷寒和木冷清 脑子如波浪鼓式地摇着头 心想 假如余年真的是影子先生 那你们岂不是眼珠子要掉一地 校长 让你失望了 余年上前耸肩说道 你最看不上的学生 真的和你的偶像是朋友 哼 木泛琴冷哼一声 不服道 一定是受了你的蒙蔽 说到这儿 他立马患上一副和蔼可亲的表情 说道 古小姐 余年这个人不能相信 你一定要小心 好 好的 古冰秋愣了愣 没想到眼前的粉丝 竟然是余年的校长 看样子 两人不合 算了 懒得跟你废话 说多了浪费时间 余年带着古冰秋 向停在不远处 早已经做好等待工作的房车走去 妈 我还有事情 你们早点回去 木冷寒冲母亲做了个鬼脸 快步跟上 心里格外痛快 哼 你瞧不起我的朋友 没想到我的朋友是你的偶像吧 木冷寒骄傲到极点 越想越兴奋 看到唐姐要走 木冷卿立即跟上 婶婶 我和唐姐一起 你们早点回去休息 知道女儿 侄女和古冰秋在一起 这次寒涯没有阻止 眼中更多的是羡慕 真没有想到 冷寒和冷卿两人 竟然认识古小姐 简直不可思议 寒亚嘖嘖称奇 惊叹道 如果我能和古小姐 做朋友就好了 做朋友 我看你是做梦吧 木范琴毫不留情地打击 看着四人离开的方向 一脸向往地说道 唉 真羡慕冷寒 想到余年 木范琴的表情迅速冷了下来 陈生说道 真不知道古小姐是怎么想的 竟然和余年 这样的普通人做朋友 我真为她感到不值 这是人家的事情 咱们管不了 韩亚说道 其实我真心觉得 余年这孩子不错 如果我是你 我一定接受她 那行 你让冷寒和她在一起 木范琴说道 你同意不 我不同意 韩亚想都没想 就否定道 做你女婿可以 但做我女婿不行 第324章 我就是影子先生 死到有不死平到 木范琴冷笑道 你可真是人老成精 韩亚背对的有些不好意思 脸红赤赤的 她挽住木范琴的胳膊 满脸对笑地说道 我那还不是为了宽慰你吗 你也知道 佳佳正在和余年交往 当初差一步就生米煮成熟饭 停 把住 木范琴打断韩亚的话 不高兴地说道 什么叫做 差一步生米煮成熟饭 我告诉你 两人连肢体接触都没有 更别说是差一步 对对对 韩亚连连点头道 两人没有肢体接触 哼 木范琴冷哼一声 质地有声地说道 你看着吧 只要我活着一天 就绝对不会眼睁睁地 看着这小子和佳佳在一起 韩亚心想 女大不由娘 还能由着你 嘴上说道 我支持你 不过话说回来 我要是你 我就直接告诉余年 你是佳佳妈 她自然会离开佳佳 别 千万别这么做 木范琴有条不紊地说道 这小子跟我有矛盾 如果她知道 我是佳佳母亲 为了恶心我 一定会千方百计和佳佳在一起 这倒是 韩亚觉得 木范琴说得有道理 点了点头 说道 这小子 说不定真会这么干 你小心啊 木范琴冷笑道 冷寒和余年混在一起 不是被余年带坏 就是被余年拐走 到时候 你哭都来不及 不可能吧 韩亚猛得一正 惊恶道 我家冷寒 又不是你们家家家 能看上 嗯 木范琴眼神突然锐利 嗨嗨 韩亚倾咳一声 对着笑脸纠正道 我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想说 我家冷寒以前 在国外读书 骨子里和佳佳的想法不一样 肯定不会轻易上当 行 你就这样想吧 木范琴心里有些不高兴 脸上本着过得去 说道 到时候出事 别后悔 说完 往车的方向走去 你以为我女儿跟你女儿一样 识人不会 净操些多余的心 韩亚心里不服气的嘟囔 却小跑地跟上去 范琴 你等等我 回到小洋楼 古冰秋松了口气 如是重负道 今天的演唱会圆满结束 我们总算是回来了 是啊 云年说道 你今天晚上的表现非常棒 我相信明天 你会成为新闻报纸的头条人物 对对对 木冷清拍着马屁说道 冰秋姐会成为 我们所有人讨论的大明星 行了 马屁精 木冷寒一把推开木冷清 拿着一本书 满脸堆笑地冲古冰秋说道 冰秋姐 你能给我一个签名 再合张颖吗 没问题 古冰秋接过书和笔 迅速签名 然后又配合着木冷寒 拍了两张照 木冷清不服气地 将脑袋挤过去 成功在照片角落露脸 行了行了 让古小姐先休息 助理上前说道 古小姐连唱两个小时的歌已经很累 听到助理的话 木冷寒和木冷清点了点头 圆梦的他们知道 助理说的没错 没有再继续纠缠古冰秋 古冰秋本想和于年讨论下歌的问你 眼见木冷寒和木冷清 在场到嘴边的话咽了下去 我去休息会儿 古冰秋说道 晚点见 好 于年点点头 带着木冷寒和木冷清出了门 回到自己住的小洋楼 看到两人没有离开的打算 于年纳闷道 签名拿了 照片也拍了 你们不是应该回家睡觉吗 才七点半 不着急 木冷清走到于年左边 一屁股坐了下来 笑盈盈地盯着于年 对 时间尚早 回去了也睡不着 木冷寒走到于年右边 一屁股坐下来 带着和堂弟同样的笑容 一脸意味深产地盯着于年 两人一左一右 将于年夹在正中间 你们不会是想留下来吧 于年说道 不好意思 恕不招待 我们就问几句话 木冷清笑道 对 问完就回去睡觉 木冷寒附和道 问什么话 于年说道 有屁快放 是我们自己问 还是你自己坦白 木冷清黑黑笑道 若是你自己坦白 不会影响你在我们心中高大伟岸的形象 木冷寒将手搭在于年肩膀 做出一副大家都很熟的样子 哎哎 你们这什么意思啊 刑讯逼供 于年看了眼木冷清 又看了眼木冷寒 不悦地说道 审讯犯人呢 说 木冷清率先开口 老实交代 木冷寒接着质问 你到底是不是影子先生 就这 于年满头黑线 整这一出 就问这个问题 这问题很小吗 木冷清说道 我觉得不小 木冷寒补充道 两人一唱一和 形成逼问态势 于年耸了耸肩 说道 我不是早就告诉你们了吗 啪哒 姿势潇洒地点了根烟 于年一脸装笔地说道 我肯定是影子先生呀 两人闻言 相识一眼 脸上不约而同地 露出了狐疑的神色 若是于年死不承认 两人会笃定 于年一定是影子先生 可偏偏于年 竟然想都没想就承认 还生怕一副 他们不知道 他是影子先生的样子 这让两人反倒不敢相信 你是不是在骗我们 木冷清质疑道 我为什么要骗你们 于年理直气壮道 我就是影子先生 我骗你们干嘛 我们怀疑 你在说假话 木冷寒皱眉道 你不是影子先生 说完 他和木冷清对视一眼 交换完眼神后 两人口吻 一致地补充道 你绝对不是 这下轮到于年猛逼了 本着就算告诉这两人真相 也无妨地想法 将自己 是影子先生的事情 告诉两人 可两人竟然不相信了 这他妈算什么事情 到底算自己耿直 还是算这两个姐弟脑回路不正常 姐 你看他果然不是 木冷清分析道 他自己 把自己都骗猛逼了 第325章 影子先生是谁 我猜到了 木冷寒说道 影子先生是神一样的男人 岂会像他这样 于年目瞪口呆 瞠目结舌 沉默了几秒 于年问道 你们数学学得怎么样 一般 两人一口同声 不约而同 我就说嘛 你们脑回路都不正常 能把数学学好 那就真的是活剑鬼 于年抽了口烟 越想越觉得自己分析的有道理 可想到这两姐弟不相信 他就是影子先生 于年心里越想越憋屈 好不容易过了把明星影 风光一把 竟然没人相信他 就是影子先生 这叫什么事 感受到于年的侮辱 木冷清率先反击 姐夫 虽然你帮我拿到了 冰秋姐姐的签名和合照 但你不是影子先生 我们也不能骗自己啊 说的没错 木冷含义正言词地说道 影子先生作为神一样的男人 岂是你可以假扮的 蒙谁呢 真到我们是傻子不成 于年满头黑线 无语到了极点 就在这时 孙猛和居飞 急匆匆地从门口走进来 看到两人出现 于年仿佛看到了救命稻草 立即上前说道 你们想不想知道 影子先生是谁 我告诉你们 只有我知道这个秘密 孙猛和居飞相视一眼 眉头微皱 不装了 我摊牌了 我就是影子先生 于年抽了口烟 慢悠悠地说道 你们一定没想到吧 想到了 去飞说道 年哥 这一点 我们是真的想到了 没错 孙猛说道 年哥 回来的路上 我们都在讨论你 肯定就是影子先生 不过 行了 你们相信就好 于年满脸笑容 满足无比 不过我们现在觉得 年哥你真不是影子先生 孙猛话风一转 有条不紊地分析道 影子先生是谁 人家是超级明星 是今晚的传说 是神一样的男人 怎么可能是你 是啊 居飞上前拍了拍于年的肩膀 一脸郑重地说道 年哥 我希望你不要侮辱我的偶像 哪怕你是我的老板 于年再次猛逼 他做梦都没有想到 主动承认自己是影子先生 这些人竟然不相信 唉 于年叹了口口气 十分无奈地说道 我真是影子先生 好好好 就当你是影子先生 孙猛眼见拗不过于年 说道 别说是你了 就连我都想装一把影子先生 有一说一 明天肯定有无数的冒牌活出现 是啊 居飞笑道 黑色口罩和鸭绳帽 这绝对是标配 说到这儿 他笑眯眯地冲于年说道 年哥 明天我给你 将口罩和鸭绳帽带过来 到时候 你好好过把影 于年当场实话 他硬是找不到 能够接两人话的话 回到沙发上坐下 于年郁闷地抽起烟 心想这叫什么事 对对对 你就是影子先生 沐冷函走上前 一脸调侃地说道 便宜姐夫 我相信你总行骂 滚 于年想骂娘的心都有 你看你 满足你 你还翻脸 沐冷函给了于年一记白眼 说道 真是没良心 姐 咱们要理解姐夫的心情 沐冷清笑嘻嘻地上前劝说道 姐夫不就是想装一把影子先生吗 这也没啥 说到这儿 沐冷清冲于年挑眉道 姐夫 你说是不是 我觉得时间不早了 于年抽了口烟 不悦地说道 该各回个家 各找个妈 回家不着急 沐冷清说道 见不到影子先生 但我能见冰秋姐姐 我相信 待会冰秋姐姐肯定会出来 说得对 沐冷函在沙发上坐下来 也不着急走 我想再见见冰秋姐姐 你们死了这条心吧 于年不耐烦地说道 我要睡觉了 年哥 孙猛走上前 满脸堆笑地说道 你觉得 今晚古冰秋的表现怎样 表现得不错 于年说道 哪里是不错 那是相当不错 孙猛回想着演唱会的场景 一脸满足地说道 不愧是我的女神 太完美了 说到这儿 孙猛摇了摇头 说道 唯一遗憾的是 没能见到影子先生本人 你刚才不是说 我就是影子先生吗 于年无语道 对对对 年哥 就是影子先生 孙猛一拍脑门 说道 差点忘记了 于年道 他要是影子先生 我就嫁给他 沐冷函一脸崇拜地说道 这辈子 能够嫁给影子先生 是我最大的愿望 姐 你真臭不要脸 沐冷清半开玩笑地说道 他要是影子先生 哪有你的份 要嫁也是我亲姐嫁 哪有你这个堂姐的份 哟 你敢骂我 你小子牛逼是吧 沐冷函冲上去 一把揪住沐冷清的耳朵 疼得后者呲牙利嘴 却依旧嘴硬道 他要是影子先生 我就让我亲姐嫁给他 有本事你揪死我 好 那我揪死你 沐冷函说话间加重力气 说道 我看到底是你嘴硬 还是我手硬 啊 疼死我了 姐夫救我 姐夫快救我 沐冷清向于年投来求救的眼神 于年不忍地看了一眼 大步走上前 就在沐冷清面露感动的时候 于年握住沐冷函另外一只手 放在沐冷清另外一只耳朵上 义正言辞地说道 孩子该教育 还是要教育 棍棒之下出孝子 啊 姐夫 沐冷清流下了痛苦的眼泪 最终求饶道 姐 我错了 晚了 沐冷函 沐冷清 终于 看到古兵丘迟迟没出现 两姐弟耐不住性子 一起离开 走出老远 于年都能听到这两姐弟打闹的声音 多半是沐冷清的惨叫声 看得出来 沐冷函将这个根屁虫堂地 全面压制 客厅里只剩下于年 孙猛 屈飞三人 于年说道 你们也早点回去睡吧 年哥 我睡不着 孙猛笑眯眯地说道 我和屈飞都想跟你说件事情 第326章天花板价格 对 屈飞笑道 说件推心致富的事情 什么事情 于年好奇道 我们知道 你和银子先生肯定认识 孙猛笑道 你看 能不能让我们见见银子先生 是啊 是呀 屈飞附和道 就见一面 你们已经见到了 回去吧 于年重新续了根烟 漫不经心地说道 孙猛和屈飞相视一眼 满头黑线 年哥 你就别开玩笑了 孙猛笑着说道 你要是尹子先生 我就是银子先生他爹 你知道吗 于年抽了口烟 看着孙猛说道 我真想一脚踢死你 还我爹 你他妈是真敢想 你又不是银子先生 急傻 屈飞说道 我们就是想见见银子先生 一盏银子先生 庐山真面目 我就是 于年恨不得拿出喇叭 对在两人耳朵上怒吼 行吧 屈飞眼见于年不想说 无奈起身 既然这样 年哥 那我先回去 说完 大步离开 看到屈飞离开 孙猛无奈地叹了口气 跟着屈飞一起离开 两人前脚离开 扇启兰后脚走进屋 来到沙发上坐下 扇启兰一脸高兴地说道 今晚的演唱会 是我们在内地的第一站 我相信 会是最成功的演唱会 方便将我的钱结算一下吗 于年说道 碰 扇启兰拿过一个袋子 将袋子重重地放在桌上 你出场费全在这里 收好 这么爽快 于年有些意外 拉过袋子 发现里面全是钱 高兴道 看来你今天心情不错呀 瞧你说的 难道我心情不好 就不给你结算出场费 扇启兰笑着摇摇头 正式拉入主题 除了给你结算出场费之外 主要想和你商量件事情 说话间 正好看到古冰秋 从门口走进来 扇启兰笑道 冰秋来得正好 一起听听 古冰秋走在沙发上坐下来 说道 你们聊 我听着就可以 于年起身 给两人倒了两杯茶 分别递给两人 漫不经心地问道 什么事情 歌曲版权的事情 扇启兰接过茶杯 清明了口茶水 一脸郑重地说道 名人不说暗话 伤不起 老鼠挨大米 以及 男人哭吧 不是罪 这三首歌的版权 我想买下来 卖不了 于年摇了摇头 说道 我可以给冰秋免费唱 但是不会买 无非是价格问题 扇启兰笑眯眯地说道 一首歌20万 三首歌我出70万 怎么样 通过今晚的现场反响来看 这三首歌大概率会爆火 未来带来的收益将不可想象 既然这样 买下来是成本最低的生意 古冰秋美眸瞪大 一脸震惊 万万没有想到 大夏娱乐竟然愿意出这么高的价格 他知道 于年一定会同意 扇启兰的版权购买计划 因为这样的价格 在词曲创作圈已经是天花板的存在 不过接下来于年的话 却让古冰秋错额 不慢 于年摇头说道 任何商业活动 我已经决定以授权的方式进行收费 活过一世的于年 非常清楚这三首歌的价值 因为这三首歌都是后世爆火锅的歌曲 尤其是《老鼠爱大米》这首歌 其原唱歌手凭借着这首歌赚到一个亿 虽然没人能够证实 但是这是原唱歌手在一集访谈节目上亲口说的 那肯定没错 由此可见 这三首歌的吸睛实力有多强 古冰秋一脸错愕地望着于年 大感认知刷新 于年 单解开的价格几乎已经是行业最高标准 没有坑你 单解来眉头紧皱 沉默不语 他盯着于年的眼睛 想看透于年的内心 想知道于年是不是为了抬价 我知道单解没有骗我 可这三首歌我只能授权 不能让他买断 于年一脸认真说道 单解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们可以写一份详细的授权合同 至于买断 不行 坦白说 于年现在非常缺钱 即便是这样 依旧没想一次性卖掉这三首歌 是价格不满意 一直沉默的单解岚终于开口 也是 也不是 于年笑道 我不想骗你 我可以告诉你实话 这三首歌的市场吸睛能力超乎想象 区区二十万卖一首 实在是不划算 你凭什么觉得这三首歌市场吸睛能力强 单解岚笑道 难道仅仅凭今晚的现场气氛 是自信 于年说道 与现场气氛无关 古冰秋觉得这对于年来说 是歌曲变现的最好机会 劝说道 于年 就算是看在你与单解的交情上 也应该考虑卖歌的事情呀 交情 于年文言 心中发笑 娱乐圈是最现实的地方 别看单起兰现在对他挺好 一旦没有利用价值 别说是交情 就算是交际 都不可能 于年知道古冰秋天真 但是没想到 古冰秋竟然会如此天真 这事他回头 要私下好好和古冰秋沟通一下 留个心眼 这样吧 于年考虑再三 想着以后还要一起合作的事情 便说道 看在冰秋的面子上 我出让 伤不起 这首歌全部版权 至于老鼠爱大米 和男人哭吧 不是罪 我需要将版权留下来 按照刚才沟通的20万 单起兰问道 四十万 于年认真道 这是我的底价 还是看在我们一直合作的份上 单起兰文言 眉头紧皱起来 一首歌四十万的价格 这完全超越了行业标准 很多知名词曲创作人 都没有这样的价格 古冰秋一脸震惊地看着于年 脸上交织着错愕和惊诧 端得是纷乱无比 一首歌四十万 天哪 这都碾压他一场演唱会的收入了 若不是亲耳听到 他根本不敢相信 于年竟然会开出这样的天价 价格太高了 单起兰摇了摇头 说道 完全超乎行业标准 就算我将这份版权购买申请递交上去 公司也不会同意 第327章下一场演唱会 这样吧 于年决定给单起兰一个好处 彻底形成长期利益联盟 你私人掏钱将这首歌买过去 我保证这首歌未来收益绝对三倍以上 单起兰笑了笑 知道词曲创作人都会这样说 于年 咱们都是老熟人了 这种场面话就别讲了 你开出的价格 不等单起兰说完 于年立即打断说道 我们可以千风险对赌合同 对赌合同 这话让单起兰愣住 脸上多了几分兴趣 具体说说 41万 全版全买断 于年有条不紊地说道 若是你收不回这个收益 我将钱退给你 怎么样 古冰秋倒吸了口凉气 觉得于年过于自负 任何事情都有风险 哪怕伤不起 这首歌今晚演唱会现场反响不错 可也不能冒这么大的风险啊 于年 你想好了 古冰秋劝说道 这首歌尚未发行 谁都说不好 你应该问问单姐 是否想好 于年笑眯眯地说道 单姐 不管结果如何 你都是赢家 这对你来说 不是最好的风险规避吗 若不是 看在咱们是长期合作伙伴的份上 我不会提出这个对赌方案 这样做 除了以这样的方式 和单其兰形成长期利益联盟外 于年若是能够拿到41万 目前遇到的困境 能够全部解决 因为根据于年的预料 签下邓亚平等运动员 起码需要50万 而现在于年手里的 资金不足40万 这就意味着 倘若龙员短时间内 在首都谈妥合同 他拿不出这笔钱 当然 就算是加上面钱桌上的这笔钱 于年的手里的钱 也凑不够50万 而他提出来的对赌合同 单其兰没有理由拒绝 果然 在听到于年的话后 单其兰脸上露出了一抹满意的笑容 好 我以私人形式 买断你手里 伤不起这首歌的版权 单其兰力索地说道 明天签合同 我会现场将钱给你 好 成交 于年笑道 我相信 你一定不会后悔今天的选择 我相信你 单其兰点点头 说道 除了买断你手里 伤不起版权外 另外两首歌 我们签订商业授权书 可以 于年点点头 却又话锋一转 说道 但我有要求 说说吧 什么要求 单其兰喝了口茶 放下手中的茶杯 饶有兴趣地看着于年 发现于年不像一个普通学生 更像是一个 有着充足社会经验的谈判高手 不管是我们现在签订的歌曲授权合同 还是以前签订的歌曲授权合同 以后的授权收入 我都要看到详细的收入情况 例如具体到某条通告 某张专辑 甚至某场商务活动的版权费用 于年不紧不慢地说道 这对你们来说 应该没有任何问题吧 此话一出 单其兰下意识地皱紧眉头 你不相信我们大夏娱乐 如果我告诉你 我谁都不相信 你是否心里会舒服点 于年笑道 若能让你心里舒服点 我愿意这么说 客厅里的气氛 逐渐变得微妙起来 于年的话 让单其兰意识到 于年不仅是谈判高手 还是一个老狐狸 能够将事情想到这一步的 他第一次遇到 不得不说 于年足够精明 你放心 我们大夏娱乐 不会坑任何一位艺人 和词曲创作者的收入 单其兰一脸郑重地说道 这一点 我们可以保证 口头上的保证 没有任何用 于年白白手 笑呵呵地说道 咱们十几点吧 我一百万的版权收入 你给我十万 那我还不如将 所有歌曲版权打包卖给你 何至于吃这种亏 坦白说 以前的版权收入 于年已经感觉到有问题 尤其是 忘情水的版权分成收入 这让于年 差点产生了 结束合作的想法 不过 于年这次不打算提出来 有些事情 说得太清楚 太直白 就没有任何意思 眼见于年这样说 扇起来眉头皱得越来越紧 如果我不同意呢 不同意 那大家就只能好聚好散 于年耸肩说道 如果你同意 我希望贵公司能够认真对待 毕竟具体到细节后 我可以派专业人士调查和评估 若是出入太大 也没有合作的必要 同时 我会以司法的形式 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古兵丘惊愕地看着于年 心中掀起惊涛骇浪 单起兰同样心头震惊 没想到这次的版权问题 于年竟然会说得如此直白 因为于年说得没错 一旦具体到细节 版权分成收入 就能评估出来 这就是他为什么 没有答应的原因 如今谈到这种地步 单起兰知道不答应也没办法 点点头 说道 行 就按照你说的来 哪怕是你想派个财务去总公司 都没问题 既然你答应 一切好说 于年笑道 我不会派财务 但说不定 我会托人去查 你说话真直白 单起兰面露苦笑 发现想 诳骗于年很难 你们做事也不敞亮 于年说道 大家心知肚明 单起兰文言脸色微僵 不过很快一闪而逝 整理好情绪 咱们不说这件事情 说说你出道的事情吧 于年文言一笑 等待着单起兰的下文 古兵秋也多了抹兴趣 下意识地往于年的身边 靠了靠 我相信过了今晚后 你一定会引起轰动 我想趁热打铁 安排你参加 隔壁市的第二场演唱会 单起兰挑眉道 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 咱们之间连合同都没有签 你不担心你将我培养起来 我最后跑路 于年调侃道 你不会 我相信你 单起兰自信道 你就说愿不愿意参加 第二场演唱会 钱给够 一切好说 于年正色道 我是个俗人 就爱钱 一场十万 单起兰说道 这是我能够给你的最高价格 至于后面的价格 那得看你的名气 第三百二十八章 怪我太俗 于年知道 十万已经很多 甚至他的出场费 不可能有十万 大概率是 单起兰为了引诱他出场 重金砸他 现在学校已经放假 于年有时间参加演出 再上缺钱 于年没有理由拒绝 新念至此 于年笑道 好 我答应 不过我唱的还是 老鼠爱大米 呵 男人哭吧 不是罪 以你的才华 写几首新歌 没什么问题 单起兰好奇道 为什么不唱新歌呢 我想将这两首歌 打造成我的成名曲 于年点了根烟 抽了口 缓缓说道 短时间里 新歌涌现太多 观众们会记不住 单起兰惊讶地看着于年 好一会儿后 诗笑道 你算盘打得不错 纠正一下 这是营销手段 于年笑道 不仅单起兰震惊 就连古冰秋 都再度震惊 有时候古冰秋都怀疑 于年到底是不是个普通学生 一个普通学生 能有这么多社会经验 简直不可思议 既然你这样说 那就听你的 单起兰点点头 说道 和今天这一场演出一样 冰秋打头阵 作为核心人员 你已压轴出场 我相信你们两人联合在一起 定会迅速爆火 但愿吧 于年说道 我还是那句话 我不露脸 古冰秋面露惋惜 知道于年的性格 就算自己长了十张嘴 都劝不动 打消了劝说的念头 单起兰文言沉默了会儿 这才开口问道 你真的想好了 你应该知道 经过今晚的演唱 你有一炮而红的机会 戴上口罩和鸭舌帽 有神秘感没错 可连脸熟都做不到 耸了耸肩 他笑道 知道吗 现在的娱乐圈 一人成名 却没人知道长相 这是没有先例的 单姐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于年先是肯定 单起兰的话 而后话锋一转 解释道 我现在是一名学生 我只想安安静静 在学校将书读完 不想太过惹眼 希望你能理解 唉 单起兰叹了口气 说道 第一次见到你 这么固执的年轻人 多好的机会啊 你却不懂得把握 没事 于年笑道 来日方长 你看得真开 单起兰苦笑道 你知道有多少艺人为了出名 抛弃原则和底线吗 可你有这个机会 偏偏选择不露脸 我已经想好 于年认真道 离开学校之前 绝对不露脸 若是不小心身份曝光了呢 单起兰问道 心中有了别样的想法 一旦身份曝光 我会彻底退出娱乐圈 于年一脸郑重地说道 并向所有粉丝 否认自己是影子先生 单起兰文言一正 知道于年做好了打算 便只能点点头 打消了心头的想法 既然你想好了 就随你 单起兰拿起桌上的茶杯 清明了口茶水 说道 这几天 我会安排你去录音棚录歌 江 老鼠挨大米 呵 男人哭吧 不是罪 这两首歌录下来 进行销售 盈利怎么计算 于年早知道 单起兰会提到这件事情 已经在这里等着 刨除成本 二八分成 单起兰试探道 你觉得怎么样 四六吧 于年说道 毕竟歌曲版权在我手里 这不过分 三七 单起兰笑道 你三我们七 这总行吧 好 就当我吃点亏 三七就三七吧 于年说道 我希望成本核算 别出问题 我知道你的担心 单起兰苦笑道 放心吧 不会出意外 只是没想到 你对我们 竟然这么不放心 怪我 于年打着哈哈说道 怪我太俗 太爱钱 你真有意思 单起兰喝了口水 将手中的茶杯 重新放在桌上 起身说道 我为你申请到了 五五开的一人合同 如果你觉得不错的话 随时来找我签约 好 于年说道 我会认真考虑 时间不早了 我还有事情 先离开 单起兰笑道 你们两人聊 说完 提着包离开 看到单起兰的身影 消失在门口 于年脸上的笑容 逐渐消失 取而代之的 是一脸严肃 看见没 娱乐圈向来都是一个 非常现实的地方 于年看向古冰秋 叮嘱道 任何时候 你都要留个心眼 我明白 古冰秋点了点头 目光看向于年 充满钦佩 胆慨道 说实话 如果不是你 拥有着二十岁的外貌 我一定会认为 你是一个拥有着 丰富社会经验的中年人 于年微微一正 解释道 我以前喜欢看报纸 看孙子兵法 这些社会经验 都是从报纸和孙子兵法 上面学来的 真的吗 古冰秋惊讶道 报纸和孙子兵法 有这么厉害 当然 于年笑道 有空你多看看 孙子兵法 绝对不会让你白读 行 我听你的 只是你可不可以听我一件事情 古冰秋一脸认真地看着于年 什么事情 于年好奇道 下一场演唱会 露连演出 古冰秋认真道 这对你来说是个 非常好的机会 抱歉 于年摆摆手 说道 这件事情 我已经解释过 唉 眼见于年这样收 古冰秋无奈地叹了口气 值得妥协 那行吧 一切都听你的 呃没 于年起身道 我去厨房给你下碗面 好呀 古冰秋开心道 你去吧 我等你 好久没吃过你做的饭了 那你稍等 于年起身去了厨房 五分钟后 于年端着两碗面出来 没炒菜 你将就一下 我已经很满足 古冰秋看着身前的面 发自内心地说道 和你坐在一起吃饭 每一次总能心安 你明明不到二十岁的年龄 却仿佛能够为我 撑起一片天 于年握着筷子的手顿了顿 忽然有些心疼起古冰秋 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绝望 和人生的痛苦 一个二十六岁左右的女孩 会将希望寄托在一个 不到二十岁的男孩身上 而这又是鼓起了多大的勇气 第329章 火爆娱乐圈 第二天 于年和单起兰 正式签订 伤不起版权出让合同后 于年手里的资金 达到了八十多万 无形中减轻了压力 与此同时 也为接下来的计划奠定了基础 除了这件事情外 还有一个更大的好消息 那就是昨晚的 内地第一站演唱会 古冰秋和影子先生一炮而红 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 两大焦点人物 两人联手唱歌的画面 被定格在报纸上 过程被转播到各大电视台 以惊人的速度迅速传播开来 一时间风头无两 作为已经有了一定知名度的古冰秋 内地媒体有的已经接触过 多少有些熟悉 而于年影子先生的腾空出世 拉足了神秘感的同时 吸引了所有媒体和粉丝的关注 一炮而红的结果是 险些碾压古冰秋风头 好 太好了 客厅内 单起兰看着工作人员送来的调查数据 喜笑言开道 这次演唱会让我没有失望 照这样发展下去 你们两人必然会成为一线歌星 他知道余年对成为一线歌星没兴趣 看向古冰秋 说道 冰秋 恭喜你 以后 你将会成为咱们公司在内地的娱乐花旦担当 谢谢丹姐 古冰秋客气道 我知道这都离不开公司的栽培 以后我会更加努力工作 哎 劳逸结合 凡事都要劳逸结合嘛 你现在是我们公司在内地的摇钱树 我们得把你保护好 单起兰放下手中的报纸 悠然地拿起咖啡喝了口 扫了眼旁边的余年 笑眯眯地说道 若是让你累着了 某人也不答应啊 古冰秋看向余年 脸颊飞红 快速滴下来了脑袋 丹姐 你真会说笑 余年抽了口烟 说道 我相信 你会比我更加心疼吧 如今的古冰秋 对于单起兰来说 就是一张王牌 换句话说 古冰秋是大夏娱乐 用来在内地试水的新人 伴随着内地政策越来越好 港澳台的娱乐公司 都想往内地发展 这是一个趋势 大夏娱乐也不例外 我当然心疼 不过我的心疼 比不过你的心疼 单起兰意味深长地说道 当初啊 某人求爷爷告奶奶的找我 让我帮冰秋一把 现在我也算是工程 接下来我最想看到的 就是你们两人会如何发展 拉起古冰秋的手 单起兰亲切地说道 冰秋现在是我妹妹 我带冰秋如亲人 若是你带冰秋不好 我一定会为冰秋讨回公道 单姐 你说什么呢 被人当着面戳穿两人的事情 向来脸皮薄的古冰秋 漂亮的脸蛋 刷得一下红了起来 解释为你好 说的是实话 单起兰笑眯眯地说道 你是不知道 现在的男人 有钱有名后 就玩得花了 听说过情人旅馆吗 什么是情人旅馆 古冰秋好奇道 嗨嗨 余年倾咳一声 歪过脑袋 就是余年脑袋这么一歪 让单起兰眼底闪过一抹 不易察觉的意外之色 却依旧不管不顾地笑着说道 情人旅馆 一无一情人 每个房间 都是男人们素未蒙面的女人 去玩的男人们 会先去前台付费 随意挑选好手牌 然后去见所谓的情人 看了余年一眼 单起兰继续说道 进了房间后 这些女人们会为男人宽衣解带 然后先从泡澡开始 紧接着主动吞去衣衫 在自己的身上抹上润滑油 然后用身体帮助客人搓背 单解 不等单起兰说完 古冰秋的脸红到了耳后跟 你别说了 这种露骨的话 古冰秋是第一次听说 十分尴尬 余年表情不变 拿起桌上的茶杯喝了口茶 调侃道 单解 真没想到 你比我都俗 竟然当众讲起这种俗事 这不就是你们这些男人想听的吗 单起兰笑道 看你刚才的表现 你似乎听说过这种事情 或者 你去玩过 此话一出 古冰秋目光落在余年身上 满脸惊恶 你真会开玩笑 余年义正言辞地说道 内地都没有这种地方 我怎么可能会去玩过 啪哒 点了支烟 余年补充道 如果我没有说错 这种情人旅馆 只有在异国他乡才有 单起兰微微一正 脸上多了抹意味深长的笑容 看来你的知识面非常广 道听途说 余年说道 我室友孙猛留过学 这都是听孙猛说的 真没有想到 孙猛竟然是这种人 古冰秋气愤道 我以为他是正经人呢 单起兰看了眼古冰秋 扭头冲余年 竖起大拇指 仿佛在说 好小子 这一招祸水冬饮真牛 余年耸奸一笑 说道 我说的是实话 我相信余年 古冰秋微微一笑 起身拉过一个包 从包里拿出一个东西 交给余年 说道 你拿去用 我专门托人 从港澳台给你带回来的 摩托罗拉手机 余年接过盒子 看清是部手机 有些意外 他打开一看 更加意外 因为盒子里面装的 不是大哥大手机 而是一部十分精巧的手机 手机半个巴掌大 还是翻盖 相比于大哥大板砖手机 能够揣进兜里 精致得多 在这个年代 这样的一部手机 至少需要大几万块钱 而且内地很难办到 喜欢吗 古冰秋说道 电话号码都给你办好了 喜欢 余年把玩着手机 抬眸 看向古冰秋 道谢道 谢谢你 送我这么贵重的东西 咱们是朋友 别说这种话 古冰秋说道 正好我也有一步 以后 我们可以随时联系 好 余年点点头 迟疑道 只是这么贵重的东西 要不我把钱给你吧 古冰秋已经给了他很多钱 再加上这部手机 余年都不好意思了 拿着吧 你给冰秋钱 冰秋一定会非常伤心 单其兰说道 这是冰秋的心意 对啊 古冰秋笑道 谈钱就伤感情了 第330章 贼心不死算命人 好吧 余年笑道 既然这样 我将手机收下 古冰秋拿过余年的手机 拨通自己的手机 输入号码后 将手机还给余年 说道 我帮你存在了我的号码 有事随时呼我 好 余年做了个打电话的动作 保持联系 坦白说 对于玩过苹果智能机的余年来说 这样的手机 就是一部老古董 可在这个90年代 这样的一部手机 拿在手里 能够震惊99%的人 因为就连很多有钱老板 拿的都是大哥大手机 根本没有几个人 能够拿这么先进的手机 收下手机后 余年上午先是给代价打了个电话 然后又给陈谦打了电话 最终又给已经出发去首都的龙元打电话 将自己的号码告诉了众人 方便随时联系 尤其是龙元 余年再三叮嘱 有情况 一定要第一时间联系他 不管付出多大代价 一定要将邓亚平签下来 至于其他人 可以带着稿 当然 若是签不下邓亚平 就算是签下其他人 余年觉得也没什么意思 毕竟论知名度 明年奥运会后 邓亚平的光芒 几乎遮盖了所有运动员 学校已经放假 余年的时间也越来越多 除了要参加半个月后的演唱会 余年平日里基本无事 一直等待着远在首都的龙元 给自己汇报情况 单启兰作为和余年 打过数次交道的人 也没将自己当外人 带领着团队 住进了隔壁小洋楼 因为人员太多缘故 让谷冰秋有良好的训练环境 善起来安排谷冰秋 住进了余年所住的小洋楼 谷冰秋每天除了唱歌训练 就是亲自下厨 余年趁着这个好不容易得来的机会 大饱口福 不过让余年无奈的是 平日里基本很少上门蹭饭的孙蒙 和屈飞等人落意前来 就连穆冷寒和穆冷清两姐弟 都一天到晚在小洋楼晃荡 大有一副久居不走的架势 若非余年夜晚的轰赶 这两姐弟都舍不得离开 索姓本着对这两姐弟眼 不见心不烦的想法 余年没事的时候 就往外挂公司和立碗连锁公司跑 外挂公司有屈飞坐镇 再加上孙蒙放假一天到晚 泡在公司 业绩一直不错 去了几次后 余年发现屈飞和公司里的一众员工 都有种见到老板惶恐的感觉 索姓余年转向了立碗公司 在胡志标的运营下 立碗公司的草台子班子已经搭起来 坐镇公司的员工已经有近十名 一切都朝着欣欣向荣的方向发展 虽然立碗公司发展到现在 余年一直都处在亏钱状态 但是有一说一 商铺产权这一步的谋划 余年没有后悔 余年知道 先不说盈利问题 但是店铺的产权 未来的收益都会非常可观 甚至会一举超过 店铺超市的盈利性收入 连续去了立碗公司两次 余年被房东人横拦住了去路 老爹 来了呀 他热情地打招呼 将手里的矿泉水递给余年 余年对任恒这种 没来由的热情有些困惑 摆了摆手 事意不可后说道 任老板 好久不见 你怎么又来了 胡志彪看到是任恒 立即上前轰赶道 走走走 没事别来堵门 就算是租了你的房子 你也不能天天影响我们做生意吧 我就是想见见于老爹 任恒满脸堆笑 面对胡志彪的轰赶 丝毫不在意 你不知道 我和你们老板与老爹 可投缘了 简直就是朋友见朋友 两眼泪汪汪啊 听过老乡见老乡 两眼泪汪汪 没听过朋友见朋友 有两眼泪汪汪的 胡志彪呵呵一笑 挥手道 赶紧走 你若是再这样 你的房子 我们不租了 哎 别别别 我就和于老爹说几句话 任恒笑眯眯地说道 我保证 就几句话 两人的对话 令于年脸上多了某困惑 你在这蹲我 是啊 胡志彪说道 这人没脸没皮 赶都赶不走 非说要见你 给你看手相 这不是纯粹扯犊子吗 此话一出 于年立即警惕起来 眼前这个人 上次想看他的手相和木牌 都被他拒绝 于年以为这人会放弃 没想到 竟然一直在这里蹲他 于年有些纳闷 这人到底是什么背景 为什么打破脑袋 都想研究自己 不就是看个手相吗 这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人横笑呵呵地冲于年说道 于老弟 我就看一眼 一眼可以吧 你肯定不会介意 说话间 就要去摸于年的手 这种被人逼迫着看手相的事情 让于年有种 自己作为标本 被人研究解剖的感觉 心里十分不舒服 而且 于年非常清楚 自己是活过一世的人 有些东西不能轻易试人 于年动作巧妙地拨开对方的手 哪怕心里不舒服 也没撕破脸皮 任老板 我不习惯 希望你能理解 下次别再来打扰我 于老弟 就看一下 我就看一下 任恒不死心地想抓于年的手 真的 我实在是太好奇了 够了 于年再次拨开任恒的手 不悦地说道 任老板 你人都有三分火 你别逼我 看出于年的不快 任恒从兜里 掏出五百块钱 笑道 这样吧 我给你五百块钱 你让我看一下 总行吧 胡志标满脸诧异 没想到对方 为了看于年首相 甘愿拿出五百块钱 这人莫非是脑袋有病 我不缺钱 于年沉声道 任老板 自重 自重 我自重个毛线 为了看于年的手相 和脖子上的木牌 任恒这段时间 三天两头蹲点 整个人都瘦了一大圈 如今逮到于年 哪里愿意放弃 不行 今天你看得给我看 不看也得给我看 那你他妈就有点意思 于年彻底被惹火 一脚踢在任恒胸膛 后者没想到 于年会动手 巨大的力道下倒摔出去 跪在地上 你 你居然打我 这一脚不仅惊呆了胡志彪 也惊呆了任恒 第三百三十一章代价的怀疑 任恒更大眼睛看着于年 眼睛越睁越大 一脸不可思议 嘴上叫嚷道 小子 我可是你房东 你信不信 不等任恒说完 于年开口打断 这套房子我们不租了 说到这儿 他冲胡志彪吩咐道 你最近在找一套房子 和这套房子面子差不多 公司换地方 好 胡志彪摸不清于年的想法 但有着作为属下的觉悟 立即说道 三天内我会搞定 你真要换地方 这下任恒头都大了 没想到对方就因为自己一句话 办公地点说换就换 你想好了 你违约我不会退你房租 不要了 于年大放道 就当打发叫花子 你 任何差别 心中有些不爽 但是想到这么大一套房子 不是说租出去就能租出来 还是挽留道 老弟 别生气 凡事好商量呀 我开玩笑的 我这个人 从来不开玩笑 于年质地有声地说道 我们公司的办公地点换定了 于年想过了 这王八蛋天天来蹲自己 一副想解剖研究自己的架势 语气天天被盯着不舒服 不如换地方 好好 你想换地方 就换地方吧 眼见于年铁了心换办公地点 任恒不放弃地说道 这样吧 我把房租退给你 你给我看一下手相 再把你脖子上的木牌 借我研究几天 怎么样 好呀 于年说道 你现在将房租还给我 现在 任恒愕然道 你没开玩笑 没有 于年说道 就现在 立刻 马上 任恒文言笑了 心想年龄小就是年龄小 别看开着公司 心理年龄就那样 逃不脱钱地吸引 到头来 还是钱自绝 只是价格多少的问题 这样想着 他力索地从包里掏出钱 轻点一番后 递给于年 说道 这是你的房租 于年接过钱揣进兜里 边下楼边说道 今天没空 改天吧 卧槽 任恒目瞪口呆 你小子宽我 瞎说 于年义正言辞道 说改天就改天 我就不是会骗人的人 任恒追上去 越想越觉得 这事不靠谱 在一楼拦住于年的去路 任恒皱眉道 你跟我耍无赖是吧 不是你先耍无赖的吗 于年目光锐利 声陷冰寒 你 任恒呼吸一致 咬牙说道 我不管 今天你这手向我看定了 说完 冲上来就要摸于年的手 胡志彪一步 跨至于年身前 挡住任恒 陈生说道 任老板 你讲点道理 哪有算命人的人 非要给人算命的 你不懂 任恒脸色垮下来 让开 让不了 胡志彪冷冷一笑 冲于年说道 年哥 你先走 这小子交给我 没事 我可以留下来 于年忽然脸上 多了抹阴沉的笑容 正好这里没人 我们可以一起 将他暴打一顿 胡志彪先是一正 继而笑道 年哥 我觉得 你说的相当有道理 两人对视一眼后 目光齐刷刷地落在了任恒身上 这下任恒彻底慌了 想到于年刚才一脚 就能将他踹翻 现在又是两个人 更加没戏 任恒脸上立即对出笑容 说道 不看了 我不看了总可以吧 房租也退给你们 要不这样 他顿了顿 冲于年笑眯眯地说道 把木牌取下来 借给看两眼行吧 嗯 于年目光锐利 脸色涂冷 呃 我还有事情 先走了 任恒善善一笑 逃也似的离开 年哥 咱们要不要追上去 胡志彪看到任恒离开 问道 不用 于年摆摆手 说道 把他赶走了就行 办公室换地方的事情 你尽快搞定 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看到这个任恒 于年心底总有一股不好的感觉 所以于年不想和这个任恒纠缠 将力晚公司换个办公地点 是最好的办法 你放心 胡志彪虽然不理解于年的想法 觉得看下手相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但没追问 点点头 说道 我会尽快找到新办公地点 嗯 于年说道 先就这样 我还有其他事情 你回去 不用送我 说完 转身离开 走到马路边 于年拦了辆出租车 返回小洋楼 晚上九点 就在于年准备睡觉的时候 放在床头的手机响了起来 于年接起电话 漫不经心地问道 喂 哪位 是我 电话另一端 响起了戴家的声音 于年面色一喜 高兴道 我以为是谁呢 原来是我最爱的媳妇 谁是你媳妇 讨厌 戴家笑道 我才不是你媳妇 你不是我媳妇 你是谁媳妇 于年调侃道 怎么 在大洋彼岸又找了个 于年 你在胡说 我生气了 听到于年的话 戴家有些生气 就连声音都冷了三分 你知道的 我不是这样的人 从电话里感受到戴家生气 于年连忙哄道 我开玩笑的 你别生气 我错了好不好 这还差不多 戴家没有继续计较 换了话题 你最近过得怎么样 要听实话吗 于年翻了个身 找了个舒服的姿势 听 没有你的日子 生活就是一种煎熬 就像饭菜里没有放盐一样 寡淡无味 于年叹了口气 说道 我想你 是真的想你 想你想到发狂 听到这话的戴家十分开心 不过还是问道 你不是骗我吧 我为什么要骗你 于年笑着说道 我爱你都来不及 恨不得和你融为一体 怎么会舍得欺骗你呢 于年 戴家忽然变得严肃起来 怎么了 于年问道 戴家深吸了口气 通过电话 似乎都能够想象到 戴家极为认真的表情 我也想你 真的非常非常想你 我也是 于年温柔地说道 想到想到差点发狂 可惜见不到面 哎 叹了口气 于年说道 你知道吗 其实我这跟守活寡差不多 第332章放假后的事端 戴家知道话里的意思 神色黯然道 你是不是坚持不下去 不想和我在一起了 瞎说 于年认真道 我从来都没有这种想法 戴家文言松了口气 带着歉意的口吻说道 于年 真的对不起 我不能陪在你身边 我来到杜克大学 也非常想你 很多时候夜夜失眠 早知道会是这样 倘若再给我一次选择的机会 我不会来这里 没事 于年安慰道 时间一天天过去 我们总会熬到苦尽甘来 嗯嗯 电话另一端的戴家 重重点头 说道 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 坚持下去没问题 能不能给点甜头 于年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甜头 什么甜头 戴家一脸困惑 那个 于年想了想 问道 你手边有黄瓜吗 黄瓜 戴家愣了愣 困惑道 要黄瓜做什么 嗨嗨 就是用黄瓜 你真的一点不懂 于年决定电话里开个车 老是这样下去 于年感觉自己早晚会被憋疯 你 你真的坏死了 戴家文言脸颊飞红 撇嘴说道 我在宿舍 宿舍里还有室友呢 况且 我是完璧之身 不能这样 说到这里 戴家的声音越来小 于年文言一喜 立马坐起来 阻拦道 那千万别乱来 我等你回来 我帮你弄 第一次 不能浪费了 滚 戴家笑骂道 你脑子里就知道想这些 我这是正常想法 于年为自己正言道 哪一天我没了这个想法 说明我不爱你了 电话另一端的戴家 陷入沉默 这样 于年笑眯眯地说道 你把手从锁骨一路往下 抓住你的波 然后 我室友喊我 我挂了 戴家嘻嘻一笑 挂断了电话 听着电话里的嘟嘟盲音 于年无奈到了极点 唉 于年躺在床上 一脸惋惜地感慨道 可惜了 就差一步呀 脑袋歪歪之后 于年难受极了 当初戴家临走前 两人坦诚相见的画面 再次浮现在于年脑海 翻了个身 就在于年准备去卫生间 冲个凉水澡的时候 手不小心摸到一件内裤 于年拿过来一看 忍不住笑了 这不就是古冰秋给自己的吗 本着不用白不用的想法 于年将东西放在鼻尖 一股体香立即传来 很快 于年如同吸毒般上了头 折腾了好几个小时 于年这才睡去 第二天一早 于年被一阵说话吵醒 下楼后 于年看到了四五个警员 为手带对的是赵德柱 从赵德柱的嘴里 于年得知一个惊人的消息 就在昨天晚上 宋明在回家的路上 被人打进ICU 就连耳朵都被人当场割掉半只 彻底破了响 除了耳朵 两颗门牙 也被施暴者临走时 用钢管敲掉 宋明当场昏死过去 至于施暴者 没有找到任何有用信息 由于事情发生的时候 已经是深夜十一点 再加上连目击者都没有 到现在都没有找到施暴者 早上警方 从躺在病房里的宋明嘴里得知 五个施暴者 都戴着黑色口罩和鸭舌帽 将自己遮得严严实实 依附影子先生的扮相 警方考虑到 影子先生团队住在这个小区 便过来询问 当然 他们也知道施暴者肯定不可能真的是影子先生 不过依旧走了采集线索的流程 接下来 这些人对于年却是重点询问 因为前段时间于年和宋明发生了冲突 已经成为重点怀疑的作案对象 不过 昨晚于年回来的早 很多人都能够为于年证明 很快警方离开 赵德柱离开的时候 告诉于年 昨晚的事情一定是寻仇 这让于年眉头微皱起来 赵德柱接下来的话 更是让于年心里一沉 宋明家里动用了关系 恐怕这件事情不会轻易善了 赵德柱拍了拍于年肩膀 说道 这段时间尽量低调 说完 赵德柱带队离开 中午的时候 赵德柱带队找到孙猛 紧接着就是一番详细询问 巧合的是 昨天上午的时候 孙猛已经回了老家 今天上午才乘车返回 两张车票 为孙猛提供了不在场证明 没有任何线索的赵德柱 爽快带队离开 到了医院 赵德柱刚想询问宋明 希望得到些有用线索 没想到赵德柱尚未开口 迎来的就是宋明母亲 劈头盖脸的骂声 你们是怎么管理治安的 能让我儿子被打成这样 你看看 你瞪大你的眼睛 给我好好看看 我儿子的耳朵 多人被割掉一只 我告诉你 找不出凶手 我跟你没完 宋明的母亲方锐 指着赵德柱的鼻子 根本没在乎赵德柱的尊严 三天 我只给你三天时间 三天内 你们查不出凶手 我饶不了你们 给明明舅舅打电话 方锐骂完赵德柱等人 又转头冲丈夫说道 让他派人来 我不相信 会找不到这群 无法无天的施暴者 挨了骂的赵德柱满是无奈 他本想回对几句 见到上级朝他使着眼色 最终强压下心头的怒火 半个小时后 宋明舅舅的电话迅速打来 对妹妹进行一番安抚 就在宋明舅舅安抚方锐的同时 赵德柱上级的上级 接到了成立联合调查组的通知 有了压力 调查的速度就快得多 当天下午 赵德柱在上级的安排下 先是从宋明的身边人际关系查起 因为已经确定 这桩案件是寻仇 赵德柱们觉得 梳理好宋明身边的人际关系 肯定会查出蛛丝马迹 可让赵德柱没想到的是 一打听脑袋都打了 先不说以前宋明得罪的人有多少 但是半个月内 宋明就因为两次 在夜场调戏女孩子 就跟对方发生两次冲突 除了这些 一次是宋明在寝室 将袜子故意丢进室友的泡面里 两人大打出手 另外一次 就是宋明在上次被告案件后 出了派出所 就和左沟 宋华两人因为赔偿金的问题 吵起来 诸如此类的事情太多 赵德柱一时半会儿 也不知道该找谁 一颗脑袋两个大 第333章幕后主使是孙猛 最后 赵德柱实在是忍不住 对上级吐槽道 这种渣子 到处惹是生非 没被人弄死 就已经是捡了一条狗命 我们管他干啥 上级文言陷入沉默 在赵德柱离开办公室后 拨通了自己上级的电话 先是将情况汇报完 继而无情吐槽 这种渣子 到处惹是生非 没被人弄死 就已经是捡了一条狗命 我们管他干啥 他的上级文言 挂断了电话 又拨通了自己上级的电话 这种渣子 宋明的事情 让于年有些纳闷 这件事情早不发生 晚不发生 竟然正好是在放假的结果眼上 也碰巧是孙猛回去的时候 于年跟孙猛说过 让孙猛放假 先别急着回家 孙猛也说了 不会回家 可现在 孙猛没有征兆地跑回去了一趟 这让于年感觉到了 不同寻常的味道 拨通了孙猛屋里的电话 于年出了小洋楼 按照孙猛电话里给的地址 于年出了小区 进了隔壁小区 最终来到一栋楼前 看到了早已经等待的孙猛 孙猛看起来十分开心 带着于年 一路上了三楼 打开了一套房子 进入房子 于年发现 房子有百十平大小 采光非常不错 于年没来过孙猛住的地方 好奇地问道 这是你租的 买的 孙猛笑道 拿出一部分积蓄 一咬牙买了套 再也不用看房东的脸色 你做得对 于年欣慰道 来人总得需要一套房子 依次在三个卧室逛起来 当于年走到主卧的时候 注意到孙猛的床头 压着一个黑色口罩 和一个鸭舌帽 于年眉头微皱 走来走到客厅时 孙猛递来茶水 年哥 菊花茶 去火 于年接过茶杯 喝了口 漫不经心道 警察来过这里吗 没有 孙猛说道 我们在另一套出租屋间的面 正好在那边收拾东西 他们来了 嗯 于年点点头 说道 幸亏你回老家一趟 否则你就进去了 放下手中的茶杯 于年抬眸问道 事情是你安排的 孙猛猛的一震 跑到厨房又拿出水果 年哥 吃点水果 回答我的话 于年的声音冷了三分 眼见于年生气 孙猛点点头 像是犯错的孩子一样 站在于年身前 坦诚道 年哥 这件事情 是我派人做的 哪些人 于年迷眼道 不会是上次那几个社会混子吧 嗯 孙猛说道 金砖带得对 糊涂 于年沉声道 既然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 何必再牙子必报 况且 宋明上次能赔偿我们五万 足以说明这小子有些家庭背景 不就是五万块钱吗 孙猛不服道 没什么了不起 你觉得普通家庭 能随便拿出五万块钱 于年说道 孙猛微微一正 为避免于年担心 解释道 年哥 你放心 这件事情 没有留下任何把柄 他们查不到我 最好是这样 于年说道 若是查到你 你麻烦大了 指了指沙发 于年说道 坐着聊吧 孙猛走到沙发 再次解释道 上次他对我动手 又找你麻烦 年哥 说实话不是我鸭子必报 是这小子不是善茶 别看他赔偿了我们钱 但心里肯定记恨着上次的事情 所以我才会先下手为强 做就做了吧 既然你想做 肯定有你的道理 于年说道 你放在主卧床上的口罩和鸭舌帽 该扔就扔掉 别惹一身骚 你看见了 孙猛诧一道 我又不瞎 于年说道 条子来了 就凭这东西 就能将你抓回去问话 你小心点 行 我知道了 孙猛点点头 保证道 我不会露出马脚 嗯 于年掏出烟 给孙猛散了根 又给自己点了根 漫不经心地问道 你和金砖是怎么回事 社会上认识的 孙猛老实交代道 阶级游戏外挂这一块 主要由他承包 然后我再抽他的成 只要有足够的利益就好 于年说道 至少这样以来 他不会出卖你 于年知道 阶级游戏外挂 和电脑游戏外挂不一样 没有点社会关系 很难施展得开 年哥 你放心 他现在靠着我 肯定不会出卖我 孙猛拿出火机 给于年点燃烟 又给自己点燃 深深地吸了口 说道 最近我打算和他一起 开一家赌博性质的 阶级游戏厅 立一绑的痕景 于年文言意外地 看了孙猛一眼 嘴里默念着孙猛的话 赌博性的阶级游戏厅 是啊 提到这事 孙猛一脸兴奋 说道 年哥 我想过了在 赌博性的阶级游戏 是最赚钱的 再加上我们能够 控制后台和有外挂 在那些赌客 就跟玩一样 说到这儿 他拍着胸脯说道 到时候赚了钱 我分你一份 你应该知道 这是违法的吧 于年说道 在内地 就没有合法赌博的场所 哪怕目前已经从1991年 正式进入1992年 可于年知道 通过街机游戏厅 赌博捞钱的方式 尚未传到内地 如今 孙猛和金砖两人 竟然想到这一点 不得不说 想法有些超前 这个想法 是你率先提出来的 还是金砖 于年问道 最开始是我提出来的 孙猛说道 我在贴吧看到这样的帖子 觉得这是个赚钱的好办法 和金砖沟通后 我们一拍即合 你就没想过 和我沟通这件事情 于年咒没到 年哥 你别生气 我想过和你沟通这件事情 只是我觉得 这种事情 你肯定不会答应 孙猛一脸郑重地解释道 而且这件事情太冒险 弄不好要进去 我想赌一把 看能不能在这件事情上 赚些块钱 我的确不会答应 于年义正言辞道 咱们做的外挂生意 和赌博性接机厅 完全不一样 就算是我不说 你都明白 不过 第334章 陈谦翻车了 眼见烟即将熄灭 于年抽了口烟 继续说道 既然你已经想好 你想做就做吧 我不阻碍你发财 赌博性接机厅 是一件十分暴力的事情 这两年会不会被打击 于年很难确定 很多时候完全靠地方治安力度 所以全靠运气 上一世赌博性接机厅游戏盛行一时 有人凭此赚得盆满波元 有人凭此入狱蹲大牢 很难说这件事情的好坏 眼见于年这样说 孙猛提议道 年哥 要不我们一起做 我没兴趣 于年摇了摇头 说道 我有其他事情要做 好吧 孙猛认真道 年哥 你相信我 等我赚到第一个一百万 我就洗手不干了 于年笑了笑 没说话 真赚到第一个一百万 恐怕金盆洗手是天方夜谭 金砖这人靠谱吗 于年问道 有点憨批 孙猛笑道 好难念 你放心 于年翻了个白眼 打击道 我看你就 有些憨批 还说人家 别到时候被金砖卖了 还帮人家数钱 孙猛嘿嘿一笑 搂住于年的肩膀 说道 年哥 你就把心放进肚子里吧 我和金砖合作 肯定不会有事 而且我只当幕后老板 分红只拿现金 接机听挂他的名字 出了事情 肯定和我没关系 非常好 于年点点头 就在孙猛以为要被夸食 于年毫不留情地打击道 我看 你是港式电影看多了 以为谁都能为你顶雷呢 我偷偷问过律师 律师告诉我可以 孙猛一脸神秘地说道 于年看向孙猛 原本想劝几句 可想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 伸手拍了拍孙猛的肩膀 说道 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 不过一定要提防那个金砖 会的 孙猛笑道 年哥你放心 外挂这块生意 我也不会放弃 一定会好好做 那就好 于年欣慰一笑 点了点头 就在这时门锁被撬动的声音响起 就在于年好奇时 一个女孩子提着菜推门走了进来 女孩子梳着马尾辫 长得漂亮 身上穿着一件碎花裙子 看起来很朴素 年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对象 梁苗 孙猛走上前 接过梁苗手里的菜 冲梁苗说道 快叫年哥 前几天演唱会的门票 都是年哥 给我弄的 你好 年哥 梁苗面露笑容 第一次见到于年 有些拘束 还是鼓起勇气 热情的寒暄 我经常听孙猛提起你 说 你是他的贵人 是他最好的兄弟 你好 于年起身打了招呼 笑道 第一次见到弟妹 孙猛眼光不错 梁苗红着脸 说道 我去洗水果 你先坐会儿 行 你去忙吧 孙猛摆摆手 来到沙发 重新和于年坐了下来 笑道 家里有人做饭 以后你经常过来吃 你日子过得挺舒服 于年说道 既不缺钱花 又有人做饭 找个好对象 就是好 伸手拍了拍孙猛的肩膀 于年想起了孙猛问自己 要票时候说的话 如果我不是今天来找你 你有对象的事情都不知道 到现在都被你蒙在鼓里 没稳定下来 不好意思和年哥说 孙猛笑道 怕到时候出岔子 你又要笑我 不会 于年发自内心地说道 只要你过得开心 是你想要的生活就好 谈了谭言辉 于年再次回到上一个话题 游戏厅选址在哪里 距离这里三公里外的一处正街拐角处 孙猛笑道 现在正在装修 开业的时候 我一定通知你 好 于年笑道 提前助你开业大吉 晚上留下来吃饭 孙猛提议道 我待会将屈飞叫过来 大家一起喝一杯 正在这时 于年兜里的手机响了起来 等一下说 于年给了孙猛一个歉意的眼神 在孙猛一脸的目瞪口袋中 变戏法般从兜里掏出手机 喂 哪位 孙猛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小巧的手机 一时间吃惊不已 五哥 电话里响起一道冰冷的声音 听说过吗 五哥 于年文言 一股不好的感觉涌上心头 心里猛的一沉 听说过 但不认识 五哥这个名字 于年的确听说过 是这座城市非常有名的混子 干过很多大案 而且是本地走私的大头目 为人凶狠霸道 几乎无人敢与其争锋 于年最后一次听说过这个人的消息 是五哥在报纸上被枪决的新闻 当时这件事情满城风雨 原因无他 08年五哥走私 牟利十亿 而倒霉的他 正好碰上首都奥运会严打时期 本来已经形成了强大的人脉关系网 就算五哥继续走私 也没事 只是这次将走私货物往首都运 短短三天被调查组干翻 数千人的走私集团连根拔起 只是让于年意外的是 这样一个跟自己不沾边的人 为什么会给自己打电话 难道也看中了自己的外挂生意 可这生意 对于五哥来讲 完全就是芝麻大的生意啊 请问您找我有事吗 于年客气地问道 这样的人 他没必要节约 听听吧 五哥淡淡一笑 两秒后 电话里竟传出了陈谦的声音 于年 救我 救我呀 啪 话未说完 巴掌声响起 紧接着再次传来五哥的声音 你的拼头被抓 能来救吗 于年眉头紧皱 别动手 我会过来 给我地址 东湖中心 蓬户区 五哥说道 到了门口 会有人接你 说到这儿 五哥冷笑道 小子 你若是敢报警 我就将他沉入东湖湖底 这辈子都别想见到你的拼头 规矩我懂 于年点点头 说道 半个小时内我会感到 好 我等你 电话里传出五哥音测测的笑声 半个小时见不到你的人 我会撕票 于年挂断电话 眉头越皱越紧 说实话 这一刻于年想要骂娘的心都有